讓您散發與眾不同的氣息 還有百搭榮耀款 經典黑 這款就特別適合 喜歡追求簡單大方 又追求時尚跟個性的朋友 單扣雙扣都可以使用 這兩款都特別挑選了 2公分跟2.5公分的 寬帶織布設計 讓你的肩膀脖子 可以更輕鬆舒適 那同時它的金屬配件 搭配的是高質感多功能的 啞光霧面扣環 品味大大加分 Keep fighting 夾片 挺你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們趕快上快點go 選購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有折扣優惠 最chill的紓壓影子 梦梦水來了 不含多種營養素 幫助入眠好好睡 一包只有16大卡 白桃風味好清爽 快來一起chill一下 快點go熱銷桌 上網搜尋快點go 你是彈太極 還是陌生人 我出生於五百年前 我有一個妻子 她護過我 救過我 是你徹底改變了我 你生來生不先過 天啊 你要拋棄我嗎 給我先寫 還你先過 長月細明 3月27日晚間9點 中天娛樂台 大家午安 我們時間來到了早上11點 歡迎持續鎖定中天新聞 我是孫燕玲 提醒大家這一節要換新的子瓶包廂了 趕快幫我到五間新聞的包廂來 記得同樣先按讚之後 再進入我們的聊天室 來感謝三個斗內 Calvin Sim 他說換新包廂 要先幫小湯圓按讚 以及Melanchine 他說陳崇氣 祝你下波周用餐愉快 小湯圓中午吃義大利麵嗎 Bingo你猜對了 好張萬鈞 感謝你的斗內 他說小湯圓午安 記得午餐要吃飽飽喔 那我們就感謝三位的斗內支持 來看看有誰已經轉過來了 吉祥心 蘿蔔頭八戒 張安可 蔡仁維 張子芳 Yippie 5247 小胖也已經來了 Tom Chen也有看到你轉過來了 紅色燕子 Berry Ma也有看到你說小湯圓午安 另外還有誰呢 隱藏人物還有朱黎青也已經轉過來了 吳秋香也有看到你喔 那就提醒大家轉過來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幫我們按讚 好那再來我們先來看到這期最新消息喔 新北土城國三生 他在校園被彈簧刀割緊之後身亡 新北地院少年法庭裁定了行凶的15歲少年干戈是收容 那麼14歲的少女干妹之後他也遭到了收容 不過少年是否會依殺人罪移送仍然是不確定的 全案仍然可以抗告 而少女的結局將會在今天下午出爐 好再來我們持續來關注 這一期是高雄的重大車禍 發生在昨天晚上 看到這個照片就非常的觸目驚心喔 因為遊覽車他的上層是直接完全被消投了 好這一起事件是發生在昨天晚間的8點27分 這一輛是載著台速退休員工到阿里山一日有的遊覽車 他要行進高速公路寒洞的時候 撞上了寒洞線高 結果導致車上27個人 有一個人死亡 好這名是80歲的老翁當場死亡 所以並沒有送醫 另外還有14人 八男六女 他們呢都是有輕重傷的一個情況 肢體受傷 那都是意識清楚的 分別就送往了高雄榮總啊 高一長根 還有賤人等等的醫院 那市長陳其邁他也在晚間 趕緊前往這些醫院去探視這些傷患 那任務區公所的人員也抵達了肇事現場 安撫這一些受到驚嚇的居民以及乘客 那黃姓乘客他就說了 當時其實車子已經開到了中華社區 所以當下呢要下車的乘客 他們都已經站起來要拿他們的行李了 但是沒想到司機不明原因 又往前開撞上了寒洞 所以這一撞呢 大家全部都疊成了一團 那還有當地的民眾他也被嚇到了嘛 他說同樣這個地點呢 其實已經出過很多次車禍囉 他說上個月就也有出過市 多半都是外地人因為不熟悉這個路況 結果誤闖釀貨 他說如果限高的標誌 能夠在夜裡閃燈提醒一下的話 也許就能夠降低肇事率 但是這名慘死的周姓老翁 其實他剛好呢 就坐在駕駛座的正上方 而且他只差半個小時就可以到家 所以他的女兒當然非常的悲痛 他說事發前兩個人還通過電話囉 爸爸當時就說了已經到高雄 但是司機不斷的繞路 六月就是爸爸的80歲大壽了 家屬都已經準備好要辦生日宴 結果沒想到在昨天晚間 卻傳來了這樣子的噩耗 讓他們非常的難以接受 好這條教室遊覽車 到底為什麼會撞上寒洞呢 好遊覽車它本身是高3.8公尺 2021年11月出廠 所以上路還不到三年的時間 鄧姓駕駛呢 他的價值是正常的 六年來他是有三次違規的紀錄 包含鬥車 未注意人車 還未依交通標誌指示行駛 以及違規的臨時停車等等 所以一共是有三項 好所以這名駕駛他就自己說了嘛 他說開進寒洞之前 他有看到內側車道的標示 限高是4.3公尺喔 所以當然沒問題嘛 他就繼續行駛 結果沒想到開一開 開到了寒洞才發現 他闖到了機車道 因為限高變成了兩公尺 剎車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那麼景肖就說了 現在已經排除掉駕駛酒駕 那駕駛他自己說呢 是因為返回高城的途中 第一次開車經過高速公路下的寒洞 所以並不知道這個高度是不足的 反應不及撞了上去 車頭現場就直接被削掉了一半 死者呢 這名80歲的老翁 他就坐在遊覽車上層的第一位 所以呢 首當其衝嘛 重傷不治 他說發生的當下 他自己本人也非常的驚慌 那當然呢 乘客也都非常的驚恐喔 所有人都被嚇到了 好那這些傷者呢 有兩名70多歲的傷患 他們傷勢是稍微比較嚴重的 分別是傷到了頸椎以及爐內出血 把時間交給書宏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昨天在高雄人物水管路 發生遊覽車撞擊寒洞的 重大車禍意外 造成一名80歲的老翁 當場死亡 以及14名的長輩 受到了輕重傷 送到了榮總 以及長庚等多間的醫院 目前在榮總裡面 有兩名的長輩 傷勢比較嚴重 一名老先生呢 他傷到了頸椎 還在加護病房 另外一名的70多歲老太太 現在則是有爐內 稍微的內出血的情況 而傷勢以及腹癌情況如何呢 我們聽一下醫師稍早的說明 目前五位傷患 都已經處置妥當 都已經離開急診 其中一位已經病情穩定 出院回家 那另外兩位傷勢 稍微嚴重的經過評估之後 一位住到加護病房 一位住到一般病房去 那目前五位病人 生命徵象都還穩定 有兩位 他們傷勢相對比較嚴重 主要是傷到什麼樣的部位 有一位懷疑他的頸椎有受損 那還有一位是腦部 有一點點的出血 但是運氣還不錯 就是說目前生命徵象都還穩定 醫師都還清楚 急診室的醫師表示說 傷患的病情都還算穩定 但是傷到了頸椎 以及有點爐內出血呢 需要多加的觀察 而且傷者都是七八十歲的長者 因此在住院期間 也會多留意他們身體的情況 而目前整起車禍的造勢的原因 初不了解 疑似是司機對路況不熟 竟然會誤闖寒洞的 機慢車道所造成 這一狀也造成了許多長輩受傷 甚至是有一名老翁當場死亡 讓家屬相當的心痛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況出播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立法院總質詢 民進黨立委他們是全數都遲到的 所以院長韓國瑜 他是依照流程唱名三次未到 所以質詢就提前結束 結果事後民進黨他們非常的憤怒 他們就說 院長你怎麼可以沒收我們的質詢權呢 但是其實早在2月20號的時候 立法院長韓國瑜他就發了這一份公告 提出來呢 這是依登記的次序輪到質詢之委員 如不在場的話是以放棄質詢論 採用聯合質詢者其中質詢委員 如不在場也是以放棄質詢論 那遜答的時候不遇併入 所以其實2月20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發出這樣子的一個公告了 而且根據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第29條登記發言之委員呢 經主席唱名三次人不在場者 視為棄權好 所以真的不知道民進黨這些立委 到底在吵一些什麼 所以有資深的立法院人士他就說了 基於立委的質詢權 還有朝野這樣子相互尊重等原則 主持議事的韓國瑜當下 其實是可以喊休息的 但是直接唱名其實也不能夠說 韓國瑜有做錯 因為並沒有錯 他說各委員的辦公室 自己本來就應該要注意 這樣總質詢的時間跟進度 所以不應該怪罪給這些議事人員 他說議事人員 他們可以提醒你質詢的時間 這個是服務 但是並非是義務 但是呢就是有人非常憤憤不平 這個就是立委洪生漢 他就繼續說了 他說輪值立委呢 待在立法院院區就好 他說因為總質詢呢 沒有這樣禁腹二毒喔 反對議案的事情 有處理上的差別 所以他就持續堅持說 他們並不是要待在院內喔 只需要待在院區這樣子就好了 但是有不具名的資深綠營助理 他就說了 按照過去黨團這樣子運作的一個慣例喔 輪值者就是要在議場內待命 洪生漢就是輪值者喔 他說因為就是怕有這樣突發狀況發生嘛 以這一次的風波為例 如果當時輪值委員在場的話 他就能夠即時的向院長韓國瑜提出要休息 不至於會衍生出後續的這些所有的事情 那時事評論員黃陽明他也說了 社運出身的政治素人喔 短短四年民進黨就培育成一個擅長 搞環保他說看起來還不錯啊 結果後來啊站到環保署那邊 就開始幫政府講話 接下來就越來越不像樣了 到最後洪生漢直接歪掉了 因為他很怕下一次不再提名他 所以他現在不是靠專業在表現啊 他就是拼命的要效忠民進黨嘛 幫民進黨這樣打擊啊 還有做一些骯髒事 那些有身份的立委不願意做的 他就去做才能夠繼續取得在那邊混吃混喝 他說這種人讓他看了真的是非常的痛恨 所以洪生漢他不斷的強調說 依照黨內的規定喔 他說總質詢的時候 輪值委員只要待在立法院院區內就好 那麼前立法委員郭正亮 他也舉了自身的經驗嘛 他就說了過去在擔任輪值委員的時候呢 規定都是必須要坐在議場內 絕對不能夠離開 同時他也批評了洪生漢 根本就是理虧還硬要瞎掰 民進黨團應該要對此做出處分 你以為我沒當過盯場立委嗎 什麼在院區就好 狗屁啊 就是要坐在議場 是不是嘛 院區 本來就是 因為議場的一舉一動 你在監視器上看到充序現場 已經來不及了 對 比如韓國瑜就要練練練 名字練三個你就沒了 我就要立刻舉手了 所以院長我會議質詢 我希望休息30分鐘 你就是這個功能 結果你不在議場 就是失職 盯場委員我們是輪值 我是2點半要做到5點 我還要帶一本書進去看 不能離開 韓國瑜那天槓掉有13個人 失去發言權對不對 你看後來一直在吵的就那幾個 那幾個 對 可是也漸漸下車了 唯一留在車上只有侯生翰 對啊 那為什麼第一時間 人家都不講話 就覺得我自己不對 理虧啦 事實上真的在虧的只有 洪生翰跟陳廷飛 對 洪生翰這個沒人能幫你講話 沒錯 就是你不對 就你自己李虧還在那邊瞎掰 還在那邊紅七番 連發七個臉書 笑死人了 對不對 而且你不是第一屆 你是第二屆不分區 民進黨 立院黨團要送 處分 賴清德的愛將陳宗彥 遭報幫業者喬執照還喝花酒 檢察院調查之後認證說 的確有這一回事 但是案件不但是司法卡關 連監獄彈劾竟然也都是沒有過 藍軍就炮轟了監察院早該關門了 司法現在簡直是全部掌控在 民進黨跟蔡英文手上 監察院調查賴清德愛將陳宗彥 設攤喝花酒 最後認證陳宗彥的確幫酒店業者 喬世還接受八次性招待 拼命找小雲的真的是他 貼圖他承認是他本人沒錯 小雲有空嗎 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他只是表示說不記得了 大罐喬世還被性招待 以涉及貪污圖利 但監察院提出彈劾案 蔡文提名的監委卻以11比2不彈劾 今天監察院早就應該關門了 喪失了道德跟制高點 真的為人民所唾棄 監委更發現 陳宗彥早知設違法 因為他故意用微信跟業者對談 微信他不能監聽 那你叫小雲 不願意讓台灣的檢察官聽到 你寧可讓共產黨聽到 抖音不能用 微信不能用 但他們都在用 小雲的資料我跟你講 共產黨掌控的 比我們檢調掌控的多 監察院彈劾陳宗彥沒過關 網友狂轟 這已經不是沒有牙齒的老虎了 根本民進黨的寵物 災黨更炮轟 貪污的人 台南地檢署重啟調查 一年沒下文 更誇張的是 監員要查監聽一文 南檢通通不給 有關陳宗彥的監聽一文 台南地檢署不給 行政簽解的公文也不給 如果南檢拒絕提供 監委應該要去彈劾南檢 他告訴你不給你就算了 李虎花酒涉探案 當初檢方卻以他自簽結 監察院更連彈劾都不敢 當所有人都是蔡英文提名 外界痛批 司法簡直全掌控在 民進黨跟蔡英文手上 對於這個陳宗彥的案子 高高舉舉輕輕放下 只要民進黨不想查的案子 不想辦的案子 一件都辦不成 公務員涉探是大事 陳宗彥若珍長期喝花酒幫喬事 司法到監察卻只執行蔡總統議制 就怕未來是非 全是民進黨說了算 記者楊潔李玄 SNG小組台北報導 所以監察院是以2比11彈劾 最後是沒有過關 藍尾就大酸說了 現在監察院不敢打老虎 連老鼠屎都不敢打輪圍的酬庸 幫助洗白的養老院 這11位投下反對票的監委 幾乎都是綠有有 因為侯孟凱就說了不要以為 陳宗彥他是國王人馬 提前書成效忠就可以保官位 過去監察院是打老虎的機關 如今連陳宗彥這種老鼠屎 你們都不敢打 這些監察委員是不是以為 不要動到國王的人馬 以為陳宗彥之前台南市 跟現在當今的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很好 所以沒有動到國王人馬是書成是效忠 所以未來可能還會有官位 你們不要那麼的天真 監察院就我們所認知 現在根本就是仇庸的養老院 監察院現在最新的任務 不是協助調查 而是協助綠營的官員洗白 彈劾賴系的人馬就轉彎 到底彈劾不成立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看到賴清德準總統 因為當選以後 旁邊所有的人馬雞犬升天 連老鼠屎都可以協助洗白 這就是現在監察院的功能 讓所有全民全體國人 能夠看到這個監察院自費武功 民主國家不可能有一個單位 做出任何決定都是依據黨議 民主國家的這個憲法層次的機構 做出的這些決議 應該要來依據最新的民意 所以後續我們會提出一個版本 讓監察委員也有所謂的 考核退場機制來面對最新的民意 居然有一個11比2的結果讓彈的不成立 我想請問一下 難道現在台灣我們的這個法律裡面 性交易已經合法化了嗎 性招待已經合法化了嗎 官員接受性交代 是監察院要傳遞出來的價值嗎 另外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他也分析說了 監察院之所以是讓陳宗彥不被彈劾 其實是為了要給準總統賴清德面子 因為陳宗彥他是賴清德 從擔任台南市長開始 一路就提拔跟到了中央的愛將 而現在賴清德他要當總統了 那即將要就職了 誰還敢動他的人呢 說穿了啦 讓他不被彈劾不是為了給他面子 是為了給賴清德面子 對 陳宗彥是賴清德嫡系 什麼叫嫡系 陳宗彥選議員的時候 賴清德是要選縣長 選市長台南市長 然後陳宗彥是賴清德的發言人 然後他一任的議員做完 他就去台南市政府裡面做官 就是他那個議員沒有做完 他就去轉成做政務官了 所以他就是賴清德一路提拔 然後再從台南帶到中央 去從內政部次長 再做到行政院發言人 一路以來都是賴清德的嫡系 這個毫無疑問 所以陳宗彥的指標的意義在這邊 這也是為什麼去年 發生這個案子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這個叫見職賴清德 這個案子連司法都卡關 這個案子從去年揭發的進度 現在到台南地監署 他們說我們還在月券 你看監委要去調 之前他們監聽的議員 只能調到酒店業者的監聽議員 你要去調陳宗彥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還在偵查當中 你不能來查 這個案子因為賴清德又當選總統 誰敢誰敢再查一下 我聽到消息是這樣 陳宗彥是在民間企業 擔任顧問了 已經在民間企業 而且是大型知名的民間企業 擔任顧問 就是門神 我們把它講得好一點 窗口 也許他未來就是所謂 當你今天民間人士 要跟賴清德副總統 或者是要跟新潮流 或者是要跟台南的哪些人 互動的話 也許需要透過他 到時候也許不能叫陳董 要叫陳顧問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 來自於內在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瓣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畫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好我們要先來 感謝抖內喔 這個是小丸子 他說小太陽原姐姐 午安 第二班車加油 他說辛苦了 拜拜 明天會見到小太陽姐姐嗎 好下午你就會知道了 還有這個是明的抖內 他說要按讚支持小湯園 中華民國最要廢除的部門 就是監察院 200億的點面線部 好我們也感謝明跟小丸子 兩個人的抖內支持 好再來我們要看到 是一個震驚體壇的消息 這是發生在今天 突然爆出來的新聞 好現在我們來看到 大谷祥平他的隨行翻譯 水源一平呢 好現在是不是 盜用了大谷的資金千賭 而且他已經在當天遭到開除了 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聯邦調查人員 他們日前檢視了 南加州博弈經紀人 鮑伊爾 他就發現說了 有一筆大金額 是從大谷的戶頭 匯給了鮑伊爾 那去年9月底跟10月之間 大谷祥平的名字 出現在兩筆匯款紀錄當中 而這個公司呢 目前正在接受 司法單位的調查 使得大谷的名字 好也跟著就浮上了檯面 19號呢 接受ESPN他們的訪問 就說了 2021年的時候 開始在國際足球比賽 其他體育比賽上面下注 但是沒有下注棒球 好這個是水源一平他說 他說去年的時候 他就請求大谷說 幫忙來償還一些賭債 他說當時大谷非常的不高興 說他會幫助我 但是呢 確保說他不會再這樣子做了 那現在他說 他希望每個人知道 大谷並沒有參與千賭 他說我想讓大家知道 我並不知道 這樣做是違法的 結果呢 他馬上又改口了 到了隔天下午 他就說了 否認大谷知道他賭博的 以及債務的事情 他說大谷本人 也沒有把錢 匯到鮑伊爾那裡去 他說說 所以顯然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已經準備好 要面對所有的後果 那現在大谷委任的法律事務所 他們也發出了聲明 說我們發現大谷祥平呢 是一起大規模盜竊案的受害者 那他們也將這個事情呢 是移交給當局了 所以現在全部都在進行調查了 但是可以看到 大谷祥平呢 跟水源一瓶兩個人 其實感情是相當的好喔 因為他們在頒獎典禮的時候 還要一起走過紅毯啊 甚至大谷的官宣照片 當中也是有水源一瓶的 那水源的年薪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高喔 因為他是抽大谷的年薪 一趴到兩趴 所以大谷呢 新合約平均年薪是七千萬美元 所以大約是新台幣二十二億 那水源等於就可以拿到說 一年是七十萬美元到一百四十萬美元 也就是新台幣兩千兩百萬 到新台幣四千四百萬的薪資 那其實水源一瓶 因為他就跟在大谷祥平旁邊嘛 所以他也會跟著紅起來 他的人氣是蠻高的 甚至呢 這個大谷祥平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可以看到旁邊是有球迷 他們就穿上印有水源一瓶 他的T恤要支持他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球迷竟然也是寫有高人氣的 他現年三十九歲喔 出生在北海道 那一九九一年呢 他是全家搬到了洛杉磯居住 那麼二零一年開始 他是日本火腿擔任翻譯 和大谷祥平就認識了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他就跟大谷道天使隊 所以又當起了翻譯 那也照顧個人的生活 記者會 英日語這樣子切換字如 所以也讓日本的網友讚嘆說 他真的是一個天才 但是現在事件爆發之後 他的粉絲當然也不可置信 覺得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來看到日本X熱手 立刻水源一瓶 他的標籤就衝上去了 很多人說 拜託跟我說這個是假的 還有人說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完蛋了 另外在他的IG的部分 也有很多人湧入啦 包含了可能一些國外的網友 他們也說 天啊老兄你到底在搞什麼呢 還有人就問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偷大谷的錢 好所以看起來 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可能也是會受到影響喔 好那麼大谷祥平呢 他的貼身翻譯水源一瓶 就是因為涉嫌轉移了大谷 超過450萬美元的資金 在20號下午已經被開除了 那依照大谷祥平過去 六個賽季的賽場上的表現呢 不時會出現 沒有貼身翻譯水源一瓶的協助之下 無障礙的跟隊員溝通的一個畫面 因此按照大谷目前的英文實力 就算他沒有貼身翻譯 也不會對比賽造成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日媒分析了 道齊隊可能會暫時指派同隊的日級投手 山本遊生的隨行翻譯 一起來兼任大谷的翻譯 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上場來協助 那我們也來看到南韓的部分 大聯盟的南韓海外開幕戰 是在昨天在首爾已經展開了 到齊隊日本球星大谷祥平 將對決他的偶像教室日級強投打筆修勇 大谷也將挑戰在首次大聯盟開幕戰 擠出拳雷打的紀錄 而有許多海外的球迷也紛紛湧進首爾 想要一睹大谷的風采 大谷祥平20號在大聯盟首爾開幕戰 貢獻了兩支安打以及一分打點 加上了道齊隊在八局上攻下了四分大局 後來居上 中場道齊是以5比2勤服教室隊 拿下了海外開幕戰的勝利 好 那我們鏡頭回到國內 來看到總統蔡英文 上午是接見了中華職棒2023年總冠軍 衛權龍隊的球員跟教練群 副總統賴清德他也獲邀參加 那賴清德他特別提到說 我自己身為資深的詩迷也在職棒元年 就買票進場看球賽的往事 我們把時間交給婷瑜 好的直播 中華職棒衛權龍隊 2019年宣布重回中華職棒比賽之後 只花了三年時間就奪得總冠軍 也是隊史上的第五座總冠軍 總統蔡英文上午 特地接見衛權龍隊的隊員 更在支持時給予鼓勵看肯定 我要恭喜我們衛權龍獲得總冠軍 衛權龍是職棒元年的創始球隊 曾經締造三連霸的揮防紀錄 在2019年重回職棒舞台之後 去年更是歷經了七場的奮戰 奪下隊史第五座總冠軍 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 蔡總統除了點名幾位家喻戶曉的 明星球員之外 也特別提到一同出席的資深 市民副總統賴清德 賴清德在支持時也大方提起 當年買票進場看球的進行 我算資深球迷 中華職棒第一場球賽 我有買票去入場去觀賽 衛權龍是台灣四大資深球隊之一 後來因為因故離開球場 但是相隔二十年之後 重返職棒球場 作為球迷的我其實是很感動的 賴清德除了勉勵球員們 能繼續在球場上有好的成績 也不忘提到來自台南的球員 郭天信 表達自己都有在關注台南子弟 在球場上的表現 也幽默提醒投手徐若熙和王維忠 在新的一年要保持健康的狀態 讓熱愛他們的球迷 能夠有好的比賽可以清爽 也讓現場響起一片笑聲 以上就是所掌握到最新情形 將時間鏡頭試交還給Pony主播 無色覺醒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我們來看到現在NCC是已經16連敗了 在2019年2月18號的時候 三市長合體 天空出現了鳳凰展翅的雲朵 結果NCC說你們這樣子不對 所以就罰了40萬的罰還 那中天當然不服嘛 就提了行政訴訟 到了2020年3月23號的時候 中天不服遭罰40萬提訴訟 陳親有查證 中天提告遭駁回 但是上訴或發回更審 到了2021年12月2號 北院更一審認定NCC 自意判斷中天違法撤銷原處分 到了去年的4月7號 法院駁回上訴NCC不得上訴 所以中天勝訴確定 那到了今年的3月14號 法院認為說 並無NCC所職有適用法規 行有錯誤的情勢喔 所以呢現在是判決駁回 好那起因呢 就主要是NCC現在就是 不斷的在追殺中天嘛 好像中天說什麼都是錯的 都要給你罰下去 但是呢 法院就是還我們中天公道 所以多案呢 都是遭法院給撤銷 那這起鳳凰雲的事件 咨詢會議出席的委員 一共是有16個人 其中有12個人他們認定說 新聞未設違法 那9個人建議是發函改進 3個人建議是不予處理 只有4個人是認定違法的喔 所以12個人他們都認為說 是並沒有違法的 不管怎樣 NCC現在已經16連敗了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他就算NCC主委陳耀祥說 是新聞自由之恥啊 也是新聞自由的屠夫 他就奉勸民進黨和NCC的委員 不要再執著幫陳耀祥收拾爛攤子 也不要再硬拗了 我覺得陳耀祥他就是在蠻幹的 那我也說過他就是台灣 這個新聞自由之詞 也是新聞自由的屠夫 歷史上一定要記他一筆的 那陳水扁總統都公開 他在反對就是政府關新聞台 我在質詢台上連陳建仁 就直接站在陳耀祥的那個身邊 就打臉他 說他也反對政府關新聞台 但這個人他還是可以非常厚顏的 站在這個官員的席位上 然後每一件事情 他都跟你講說我要上訴 我要上訴 我要上訴 但是呢 他耗掉多少我們人民的公帑 我們的訴訟的費用 他自己出啊 所以今天法院再度打臉陳耀祥 是可以非常容易遇見的事情 我這邊真的奉勸我們民進黨政府 奉勸現在還剩下任期子 剩下最後階段的這些NCC的委員 不要再去這個執著去關新聞台 不要再執著當這個罪人 不要執著的幫陳耀祥來收爛攤子 還繼續跟他站在一起 站在錯誤的一邊 現在就應該讓中天恢復執照 這才是最好的亡羊補牢的方式 不要再那麼凹下去跟撐下去 還繼續做這個傷害新聞自由的事情 民進黨執政之後 兩岸的關係就變得非常緊張嘛 尤其是到近期也好 萬一兩岸真的開打的話 要怎麼去籌軍費呢 財政部長莊翠雲他就證實說 去年有做過金融兵推 未籌措戰備資金 考慮要徵收戰爭稅 那對此列王洪威就表示說 這個是天馬行空說空話而已 今天非常不幸 台海之間發生戰事的話 那我覺得金融一定先崩潰啊 金融市場一定先崩潰 但是呢我覺得昨天財政部 竟然呢還提到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麼我們來徵收戰爭稅 我覺得這個根本是一個 完全天馬行空 那麼事上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空話而已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我們可能第一個面臨的是 我們金融市場的崩潰 可能是在整個的外匯市場 新台幣會跌到多少 我們不知道 股票股市價格會跌到多少 不知道 而在那個時候我們在說 我們要跟全台灣的人來 爭戰爭稅 那麼到底可不可以收得到 而且在戰爭的時候 那麼有那麼多突發的狀況 那麼想用戰爭稅 來作為支撐財政金融 我覺得這根本是 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妄想而已 好 我們先來感謝明的斗念 他說服裝師為了展現 小炭的身材在衣服後面夾夾子 這不是為了要展現身材啦 可是這衣服真的太寬了 好 我們也感謝明的斗內支持 再來看到台股今天一早 在台積電的帶領之下 指數是重返了2萬點的關卡 截至10點半 台股最高是來到了2萬0125點 大漲超過330點 台積電也是一口氣上漲了22元 來到了780元價位 主要是美國聯準會的最新利率會議 維持今年三次降息的預期 這個讓美債殖利率走低 激勵了美股大漲 但是我們來看到股票生計大廠 信輝集團子公司信國新友 在2022年4月期間 連續發布了重大訊息的時候 同時擔任兩家公司的董事長 李志文以及他的子女 涉嫌將訊息是洩漏給了親友 買進買出自家的股票 讓獲得這些訊息的親友們都獲利 避損數是10萬元 Denel在昨天發動了搜索約談 在今天以涉犯的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罪 預令150萬元交保 台南信營有一位女子 她假的要買東西的名義 到了一間廚具店裡 並且跟店員表示說 可以提供看首相運勢的服務 沒想到看完之後呢 她竟然是要求要給紅包 不過店員馬上跟同事來求救了 那女子最後是沒有拿到紅包 自行離開 白茂女子從容走進儲居店內 店員上前接待 一陣對話之後 女子拉起店員的手 邊觀看邊比話許久 沒有想到接下來 卻說剛剛是幫忙看首相 要求店員給紅包 她說她有看首相 她就突然把你的手拿起來看 然後就隨便問說 你有想要知道什麼事情 這樣子 回答她然後她就開始講之後 後來她就突然說 因為這樣子的人有問她事情 然後需要有個紅 被揚紅包店員傻眼 趕緊去和同事求救 這起發生在台南新的看首相事件 根據店員說法 這名女子還自稱是救國團的老師 就說她有在救國團 教那個職位董事那種 她不是我們的老師 向上承包 主導他們有介入去了解 最後戴帽女子沒有拿到紅包 就先自行離開 但是整體事件已經引起警方關注 本局派員前往了解 該女子經店員拒絕後 隨即離開 店家並沒有認得的財損 本分局能將調查 釐清相關事證 若有違法的形式 將依法就辦 用買東西當作借口 卻趁機幫看首相 要求打謝 警方提醒民眾 一定要多加留意 別不小心 中噁劑 就讓兩名陳真 泰民報道 3月17號準備出發 3月26號結束回宮 請鎖定中天新聞互動LIVE 以及林毅錯別字YT頻道 白沙屯媽祖競香 雙開全季 好 我們就來看到白沙屯媽祖競香 第四天 競香隊伍在彰化社頭協天宮 住駕休息一晚之後 一早是繼續往北港朝天宮前進 那麼粉紅超跑先後在田中前德宮 以及兩間食品公司停價 信眾一路跟隨這些情況 把時間交給志華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是白沙屯媽祖競香的第四天 我們粉紅超跑目前在 桑化縣的二水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們附近 非常多熱情的香針腳 即使太陽這麼大 的情況下 還是頂著大太陽 再繼續跟隨我們的競香隊伍 今天我們的白沙屯媽祖競香 比較特別是 上午特別在田中的前德宮 停價一段時間 前德宮它是在三線一個歷史悠久 同時也供奉媽祖的一間藥語 所以等於說這次白沙屯媽祖競香 除了說在前幾天 在大甲鎮的宮 有了感動的三媽會之外 今天早上也算是有了另一類的三媽會 那這邊也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目前呢 媽祖成交在二泉區的地方 在這個彰化跟雲林的交界 廟方呢 有特地提到 如果今年白沙的媽祖競香 它直接從這個二水 走桑雲大橋到雲林的林內的話 這是史上第一次的陸續 以前從來沒有這麼走過 那以去年的陸續來說呢 去年是在接近這個 章雲大橋固定的時候呢 它就掉頭來個急轉彎 急轉彎從這邊轉到西周 所以今年到底是會直接 歷史上第一次直接往南走到林內 還是呢 往回走去年的路徑走到西周 這是我想是全台灣的這個 香針腳們還有信眾都非常關注的焦點 那還有 也要特別的提醒 今天想要來參加我們競香的這個信眾們 可以看到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太陽很大 所以呢 如果說 想要今天來參加競香的朋友們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防曬 注意水分補充 那如果提議呢 真的有不行的狀況 可以看到 那路上呢 都有免費的這個接駁車 那走一趟出來呢 平安最重要 好 那以上是健康這件事情 新疆時間請我交還給主播 台中市有一名生物老師 他日前呢 是在社群發起了證明活動 主旨就是要改正學生跟民眾 將豪生的單位ML 是唸成墨這樣子的錯誤說法 這名教師就表示說了 正確的單位唸法呢 應該就是豪生 或是他的英文 Milliliter還有CC 那麼活動發起到現在 已經有兩千多人響應了 網友看到也紛紛留言表示說 有人說呢 最常念錯的就是 百貨公司化妝品貴的貴姐 也有人表示說 我主修生化 在學校沒有人會念成墨 但是日常溝通已經入境隨俗了 最近諾羅病毒肆虐 由於病毒的傳播力很強 所以容易會引發群聚感染 專業的醫師就呼籲要做好個人 以及環境的清修 醫生也不斷的提醒酒精是殺不死諾羅病毒的 因此環境的清修要選擇 能夠有效對抗諾羅病毒的抗菌液 旺旺出產的水神抗菌液 微酸性電解次率酸水 擁有SNQ國家品質標章 通過了多項的實驗認證 可以有效的對抗諾羅病毒 抗菌率更是達到了99.9% 溫和不刺激 成分單純 不傷害皮膚 也沒有刺激的意味 使用之後還原沉水友善環保 成為居家防護的最佳夥伴 保護家人立刻行動 現在就趕快到快點購 下單旺旺水神系列抗菌液 無論是2公升5公升 或者是10公升的家庭號 大容量都能夠選購 另外有不少人都會選擇 高價的醫美保養品來維持 皮膚的透亮與緊緻 不過越來越多 不想要哀痛 或者是小資族群 轉而選擇 能夠直接補充 成分天然的膠原蛋白 但是您知道嗎 膠原蛋白除了服用的時間很重要 更是要搭配維生素C 該怎麼吃 我們讓營養師告訴大家 花大錢做醫美買保養品 哀痛還得雙荷包 選擇補充膠原蛋白 要想發揮最大功效 營養師提醒必須同步 攝取維生素C 膠原蛋白在合成的時候 它是非常需要維生素C 作為一個輔媒一個幫手的概念 去幫助它合成 如果沒有維生素C的話 膠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實是會下降的 甚至是會變得沒有辦法合成 在使用補充膠原蛋白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搭配 比如說維生素C 比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異果 這些都富含的維生素C 可以一起使用 營養師也補充 服用膠原蛋白 時機點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膚生長的黃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兩小時吃 至少要三個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會建議 初期使用的時候 可以一天兩包作為補充 加強保養 那等你吃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改為一天一包的頻率 作為日常的保養 像旺旺實際的德國膠原蛋白 它就分為兩種 第一種 像是粉紅色這一款 我就會建議 搭配維生素C一起做使用 因為這一款 它是針對 需要養顏美容的族群做設計的 搭配維生素C 對於膠原蛋白的合成效率 會是更提升的 藍色的則是主打 針對增強行動力的部分 在攝取上 飲食中 我們可以增加鈣質的攝取 像是牛奶 或是板豆腐 豆乾這類的食物 這樣子可以更增加 我們自身的行動力 懂得怎麼吃對膠原蛋白 配合良好的作息 避免長時間曝曬 以及攝取抗氧化食物 就能讓你將吃盡的膠原蛋白 鎖好鎖滿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學長物你簡直就是完美 但還真是奇怪 我為什麼一見到你就不開心 我就只會忍你一次 把假的女兒當成真的女兒 把真的女兒當成假的女兒 你當然會覺得空虛 看來您還不知道 史英其實就是美照 你等著看吧 我會讓你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我們先感謝這個是萬鈞的抖內 他說中天也有很多的女神 好當然每一位主播都是女神啦 感謝萬鈞的抖內支持 再來我們來看到女星大S徐希元 日前她發聲明指控了前夫王小菲 她心寒的表示說 十年的婚姻兩死一重傷 那外界也好奇說大S指的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對此大S的經紀人她親自解釋 他說所謂的兩死呢 就是指大S她流產掉的兩個小孩 一重傷就是生產時元氣大傷的大S本人 那根據了解大S與王小菲辦婚禮前 曾經流產過一次 後來生兒子的時候癲癇復發 一度失去了呼吸緊急送家戶病房搶救 2018年再度懷孕的時候 因為腹中胎兒胚胎萎縮 不得已動了終止妊娠的手術 好那這女星大S她週三的時候 揭露說了王小菲多次在婚內出軌 更在自己懷孕的時候家暴 網紅陳怡她就表示說了 自己認為大S是女性處理感情很好的標杆 敢愛敢恨不會無理取鬧也不行了 交往的時候不會消費對方的隱私 分開也不會說前任的壞話 那陳怡接著就說了 如果大S指控是真的 那王小菲真的是超渣的 家暴外遇還花女人的錢 陳怡喊話網友們說千萬不要衝動結婚 太多假富豪在招搖撞騙了 女生自己有錢 幹嘛還要結婚委屈自己呢 那網友看到之後也紛紛留言 表示說讓你愛到瘋狂的人 往往都是孽緣 可怕的是還忍了十年 還有人說大S真的是太有風度了 女方貪財跟男方好色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啦 好再來帶大家關心一下 雲林陡南的命案消息 有一名34歲的男子遭人虐待致死 並且沉濕在汽車旅館內 雲林的警方調查之後 他是因為債務糾紛被兩名男子強弩淋虐 直到18號晚間嫌犯到分局 自首案件才終於曝光 那兩個人涉嫌殺人淋虐致死罪 檢方也向法院申請了羈押獲准 再來我們看到台北市松山區 20號晚間7點左右 發生了強盜未遂案件 有一名中年男子他裝成自己是顧客走進店內 結果是釀槍要搶劫 店家跟歹徒扭打之後 過程當中還遭歹徒是持槍給打傷 警方調閱監視器之後 三個小時內將嫌犯逮捕到案 這起強盜未遂案發生在台北市松山區延基街的一間營樓內 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名身穿白色上衣 黑色背心頭戴黑色棒球帽的男子 停好機車後隨即步行到營樓 營樓店家表示這名中年男子洋裝成顧客 走進店內卻亮槍要搶劫 店家按向警鈴通報跑出櫃台 與歹徒發生拉扯歹徒馬上奪門逃逸 陰落的老闆和兒子 追到巴德路三段106巷的全聯外 與歹徒發生扭打 過程中還遭到歹徒持槍打傷 造成多處撕裂傷 兩人分別被送往台北長庚以及台安醫院 所幸意識清楚並無大案 警方獲報後也立即前往現場 警方到場後發現扭打現場 移留七顆子彈一個彈匣 巡線追氣 索性在三個小時後 在光復南路時期巷內查獲嫌犯盜案 營樓也沒有任何金氏被搶走 好 來看到國防部在今天上午公布了 過去二四小時內 中共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動態 一共是爭獲了三十二架次 中共主府戰機與無人機 其中有二十架次是逾越了海峽中線 進入了西南 東南以及東部空域 包含了一架無人機 接近了花林以及四十四里 另外還有五艘次共艦 也在台海周邊活動 那國防部就表示 針對中共基艦 國軍運用了任務基艦 以及暗置飛彈系統 嚴密的監控以及應處 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 重返五二 每一個小小的願望背後 都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和最在乎的事 都承載了滿滿的愛 中天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如何用祈福福袋即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天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公民選擇斗內 希望藍福袋 祈求公平正義 不充翻五二 不細紫福袋 祈求福亂 運望 紅福大展 健康局福袋 祈求長壽安康 可達平安 中財富王福袋 祈求財源廣進 也長紅 狀元紅福袋 祈求應是順利 進法提名 您的福袋看名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唷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 重返五二 所有的斗內 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 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台北捷運日前是宣布了 未來將會引進的是 韓國樂鐵電聯車 並且還曝光了新車廂的亮點 包含像是全車廂都是這樣子 一字型的座椅 以此呢 就是要增加站立的空間 車門退縮區域也增大 兩節車廂會設置無障礙空間 另外還會增設風扇以及通道照明 同情族看到了新車廂的照片 也紛紛大讚說 看起來真的是蠻舒服的直呼 趕快上路吧 真的是等不及了 再來我們看到台積電 這邊有兩座先進封裝廠是落腳 在嘉義科學園區 外界就擔心說 這下會不會掀起雲家搶水大戰呢 財經部長王美花今天表示說 政府都有事先因應 水都會聯合調度 那包括我們在西部的廊道 會有這個珍珠串計畫 就是大家希望南北的互相調度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事實上對設廠 都水源都會有事先的因應 所以不僅是台積電會有這個再生水場 那嘉義縣呢 也會有增加這個再生水的 這樣的一個水場來供應 所以在長期來講 一定主要都是由再生水來供應 那短期會有調度的問題 那不過調度呢 也是比如說嘉義的優先使用 那湖山水庫有餘域的時候來供應等等 那這個都是在統合調度裡面 那我們水的供水呢都會需要 全台灣都本來就會聯合調度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今天是邀請了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進行報告 而民眾黨立委就問了周萬來說 國情報告急問急答是否違憲 對此周萬來他回應說不便表示意見 但是經由委員審視考量之後 有行政需求的話 以立法院幕僚的立場會全力配合 周萬來也表示說沒有修憲的必要 而白英德立委他們接著就指出說了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在2012年的時候還是在野的時候 三黨聯合邀請當時的總統馬英九 赴立院做國情報告 就要求說要急問急答 但是現在民進黨卻認為是違憲 白英因此就破轟綠營 執政黨在野態度就不一樣 好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是有祈福福袋即時許願的活動 您可以透過祈福福袋 讓廣大的中天好朋友們一起為您祝福 點擊中天宣網APP首頁右下角的好運龍 就會有五款的福袋可以提供給大家選擇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斗內以及留言 好來看到NCC又敗訴了 這是他們的第16敗 立委羅志強就批評了NCC主委陳耀祥 真的是離譜至極 來看這一節的國會大現場 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我們邀請到的是立委羅志強強哥 大家好 好強哥我們今天要來調的 當然就是NCC在昨天的時候 又被法院判敗訴了 那這一次他們判敗訴的那個案子 是三子市長合體 然後出現了鳳凰雲這件事情 那強哥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他們又敗訴了 他們的敗訴我覺得不意外 因為已經16敗了 所以說連續被法院打臉 這種事情我覺得真的是 坦白講夠丟臉 但我要跟各位講一個事情 有一件事情各位可能不知道 就是說基本上在行政訴訟 大家去查歷來行政訴訟 一般來講行政法院通常非常尊重 行政機關的裁定 所以行政法院一般來說是不會輕易打臉行政機關的 所以通常行政機關勝訴的比率會非常高 這是幾乎是法界的一個大家所謂的常識 因為都是屬於 對對就是因為你要知道司法院 他還是有所謂司法院 他的所謂自我節制 他也不太想說今天去太過度影響行政機關的裁判 就是那個裁定 所以基本上司法院會相對尊重行政機關 所以行政機關的所謂的一些處分裁定 一般來說行政法院是比較尊重的 所以你就知道陳耀祥多離譜了 對不對 對 行政法院都有一個尊重行政機關的一個慣例 然後基本上不輕易去判行政機關敗訴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尊重默契 結果我們的行政法院還是忍不住要判他 然後他官司可以連打十六半 就代表他四個字形容叫做離譜至極 才會有這種狀況 因此這是今天我們說陳耀祥他主導整個的中天 不管是裁罰案跟所謂的不換照案 他其實就是已經是一個射箭畫法的結果 才會導致說今天因為他必須創造中天連續違規的假事實 對 然後累積那個裁法金額 對 然後跟你講說你看這個台就是這麼不守規矩 一直被我罰對不對 這個台就不應該讓它繼續存在 不給我們知道這樣子 對 對 可是他這個所謂上油端的這個裁法 一一被法院打臉之後的話 那代表他下油端的這個所謂的行政處分 不換照的這個行政處分 就是我們想想讀樹果實原理嘛 對 這個樹是毒的 結出來的果就是毒的 你今天以所謂中天連續違規 作為裁罰這個不換照的理由之一的時候 事實上當這個所有的這些你的所謂的裁罰 被法院駁回或是判決敗訴的時候 就代表你這個裁定不換照這個裁定 本身就帶有毒素了 所以換言之一個稍有廉恥 正常的一個NCC的主委跟NCC的委員 你就應該懸崖熱馬 你就應該踩刹車 你就應該跟大家講就是說 既然我們前面的看起來都是誤會一場 然後不小心判中天這個裁罰中天錯了對不對 我們認錯 我們大方對不對 他不可能這麼做吧 我說正常人 他不正常是一回事 應該是這樣做 就亡羊補牢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你今天就直接 就是不要再這麼打 你要知道他輸送費花很多的 對啊 他輸送花非常多 他光中天的輸送費 他就花了700多萬吧 光對中天 700多萬 對 700多萬 那都輸 也沒有到都輸 但是16敗是40嘛 所以他輸的比例比重非常高 也違反了所謂的過去 我們講的行政機關 處分的這個所謂的品質嘛 所以理論上他最好的做法就是 就是懸崖熱馬 就是亡羊補牢嘛 就是怎麼樣 你今天撤回跟中天所有的訴訟 然後呢接下來你就是重新裁定 就是把執照發給中天 那你可以至少可以有兩件事情做到嘛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陳水扁前總統 他也曾經公開站出來 表態對於所謂的民進黨政府 NCC關中天 他是反對的 是 他說今天政府不該關新聞台 這是他的信念 我說民進黨進行徒子徒孫 真的是非常不爭氣 連自己的前元首 民進黨的總統的話都不聽 那坦白講更丟臉的是什麼 陳耀翔真的是丟臉到一個極點 因為我在質詢陳建仁的時候 陳建仁就公開打臉陳耀翔 我質詢陳建仁 我說你認不認同政府關新聞台 他說他不認同 陳耀翔就站在他旁邊 可是我覺得陳耀翔厲害的是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基本上 他也就是好像刀明四人一樣 臉被打他也不覺得痛 就在那邊一樣是笑嘻嘻的站在旁邊 所以我那時候才很怒的罵 他是新聞自由的屠夫 而且是被認證 被誰是被陳建仁認證的 所以這次我剛剛講就是說 對於今天這個法院再度 再度的判這個我們這個中天勝訴 然後再度打點NCC 基本上我並不意外這個結果 那當然我也奉勸NCC 不要再執迷不悟 造成的傷害跟損害到此為止吧 對因為他有些他還會再上訴 或是他們想幹嘛 他就是他一直被打臉 那就是他是花納稅人的錢嘛 對啊對不對 所以因此我調過 就是從NCC成立以來 大概十幾年 總共的訴訟費大概四千多萬 你看從95年應該是 到現在四千多萬 他光中天案他就花了七百多萬 你看比重有多高 這太高了吧 對不對 所以因此他基本上 就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嘛 對不對 你說真的你到最後 裁罰中天的總裁罰金額 我如果沒記錯大概是一千多萬 可是你光政府就已經花了七百多萬 當訴訟費 而且你還輸 所以這個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這個官員的囂張就是因為 他今天花的所有輸送費 都是什麼樣名子名高 我這邊也跟大家講 我已經一直在調他輸送費的資料 將來在審預算的時候 第一個就砍他的這個部分的那個 那個預算 你有本事你自己出錢 你不要花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當然今天我也相信 陳耀祥以他的那個 那種什麼蠻斷的一個作風 他大概也發現他也快下台了 所以他也不會去所謂的 讓那個中天的那個執照 重新這個 重新發中天的執照 但是我也希望他下台之後 新的NCC主委 新的NCC委員 真的有錯就認 不要再凹下去 那這邊也跟各位預告一下 我就是我會 就是近期會去找我們 這個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那來請他們來成立 中天的調閱小組 那我覺得很多今天 陳耀祥NCC在這個 這個換照案 以及在這個中天的裁罰案當中 非常多的黑箱 非常多見不得人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要成立一個調閱小組 然後把這些事實真相 把它調查清楚 所以因為當然我不是交通委員會的 可是我會來努力的 來去跟交通委員會的這個同仁們 立委的同仁們來商量這件事情 來拜託他們能夠促成中天的調閱小組 那就是非常謝謝強哥 好今天也謝謝強哥來跟我們聊 這個NCC的誘拜數這件事情 謝謝羅志強委員 謝謝 謝謝拜拜 好今天的這個國會大現場 當然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 就是NCC誘拜數了 那剛剛羅志強委員就有提到 他是認為說NCC前面的一些的判決 根本就是不對的行為 就造成累積了 所以說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不對的 那大家透露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是說他會請交通委員會這邊 來成立這個中天的調閱小組 將過去這幾年有所謂不公不義的事情 或者是有黑箱的一個狀況 通通把它攤在陽光底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其實呢有時候你手機如果放在包包裡 你要從包包裡拿出來 其實是很麻煩的 尤其如果你是背後背包的話 我出國的話都一定是會 就用掛繩 就手機就掛著 反正就一直掛在胸前 那你要用的時候 很快就可以拿起來用 有時候你搭那種捷運啊或是公車 有時候人可能一多 你需要趕快抓東西的時候 你手機其實一放 你的手就空出來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手機掛繩是非常的方便 它滿有設計感的 再來是我覺得它 因為是比較寬的那種肩帶 所以其實你背起來的時候 不會那麼有負擔 常常會看到一些朋友 他們真的是一直在找手機 或者是手機放著 然後臨時要拍照 他們又找不到他們的手機 所以我覺得推薦給他們的話 其實是滿方便的 時間來到中午的12點鐘 大家午安 我是張若瑜 歡迎您持續鎖定中天五間新聞 在這個小時 我們同樣在剛才的 五間新聞子頻道連結 程序邀請大家 在我們的子頻道持續的留言 並且把連結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看見中天五間新聞 在線上見Dora您好 另外還有麗宇跟春照 紅色燕子跟吉祥星 以及麗敏Kelvin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另外還有許婕雲也在線上 跟我們比了好多個讚 謝謝大家的支持支持 我們就要先來掌握的是 社會焦點了 在高雄人舞水管路 昨天的8點多晚間 有發生了遊覽車自撞寒凍 造成了一死14傷的 重大車禍意外 我們剛才有看到 這個字幕上面 可以很清楚的顯示 當時坐在第一排的80歲的老先生 當場死亡 他的女兒表示 打電話說半小時就到了 但萬萬沒有想到 從此天人永隔發生意外 原本6月就要幫老爸做壽 80大壽生日 如今是再也見不到面 他的女兒痛哭失聲 那麼司機被質疑 可能是對於寒動不熟悉 因為不是當地人 那麼汽機車其實是限高相差2.3米 這麼明顯怎麼會看錯呢 警方表示司機為了省時間 可能是提早切入了機慢車道 導致大火發生 晚間8點多 遊覽車闖入機慢車專用道 速度不慢 經過寒動時 一頭撞上橋墩 擋縫玻璃瞬間炸開 車頭消掉一大半 一名80歲老翁坐在第一排 當場爆頭慘死 造成一死14傷重大車禍意外 她在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到家了 結果後來接到的電話就是這樣子 老翁女兒情緒激動 質疑駕駛開錯路 就在20號遊覽車上載了 台塑南亞退休員工 以及附近社區長輩 總共25人到阿里山一日遊 反正途中已經來到高雄 而且明明就到家門口 卻發生死亡車禍 跟父親通完電話半小時 就撞上喊洞 但意外到底怎麼發生的 遊覽車公司 明明是登記在高雄 但司機是屏東人 可能對路況不熟悉嗎 有的有的不知道路到 有的喔 你覺得有人載不到嗎 有啊 是啊 用到不處理啊 高速公路底下寒洞 柱子上也都有清楚標示 汽車限高4.3米 機車2米 高度落差明顯 怎麼還會撞上去 未節省時間 稅及早切入 行駛機慢車道 遊覽車司機疑似要省時間 再加上路況不熟 誤闖機慢車道 又沒有注意到限高 車頭猛力撞擊寒洞 讓原本要歡慶80歲大獸的 老翁慘死 家屬悲痛完全無法接受 記者 報道 第一是一路開快車 結果沒有想到發生死亡意外 一群長輩搭遊覽車到阿里山旅遊 每個景點地標 開心拍下團體大合照 但沒想到回程都快到家了 發生嚴重死亡車禍 遊覽車撞車意外釀一死14傷 募集民眾推測原因 因為當時快到家 不少長輩已經站起來準備拿行李 突然碰一聲人撞人東倒西歪 而坐在最前面一人獨坐的周姓老翁 被發現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80歲老翁當場死亡 兒子趕到殯儀館根本無法接受 指控駕駛沿途開車超危險 傳出駕駛因為疑似 路口標示不清才會誤闖慢車道 也傳出駕駛為了省時間便已行事 遊覽車撞車意外釀一死14傷 14名傷者分別送往長庚龍總高一和健人 其中兩位傷勢嚴重還在醫院觀察 有一位懷疑他的頸椎有受損 還有一位是腦部有一點點的出血 開心出遊都快到家 意外事發前兩個小時 老翁更和兒子通電話報平安 怎麼也沒想到成為父子最後通話 家屬悲痛又憤怒 一條人命駕駛該怎麼負責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胡道3號發生死亡車禍 這是有駕駛因為不明原因停靠在路間 下車查看車況 結果沒有想到遭到後方的連結車駕駛給撞了上去 這名駕駛當場倒地不寢 當下也有人路過看到趕緊跳車揮手示警 避免後車二度追撞傷害 但是受傷的駕駛送醫之後 還是宣告不止 一台電電車停在路間 後方車輛地上疑似橫躺一名傷者 有一位好心人事健壯 立刻跳下車 不顧危險 拼命揮舞雙手 示警後車趕快閃避 免得二次傷害 事情發生在國道3號龍井河美路段 65歲的陽性男子駕駛的轎車 因為不明原因故障停在路邊 駕駛下車正在檢視故障問題 後方重達46噸的連結車 不幸撞上陽性男子 男子頭部重傷倒地不起 救護車趕抵現場 陽性男子抬上單駕緊急送醫 但因為頭部傷勢過重 到院前就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宣告不治 四次小科車駕駛一人不治身亡 詳細招勢原因 人帶調查釐清 國道車輛高速呼嘯而過 車輛故障千萬別粗心大意 一個差池就是生死關鍵 記者陳勝偉 韓志欣陳志堡 台中報導 新外市土城 一名國中生在去年12月 遭到別班的男同學 割緊身亡 而涉案的男女 涉後被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裁定收容 台北少年官護所 經過三個月的調查 法官在今天上午 判定行凶的男子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干戈 依殺人罪移送檢方 那麼 教唆殺人的女子 則是下午宣辦 會裁定結果 稍後會有更完整 且詳細的報導了 再來我們還要來掌握 是在台中 大理有一所國小 傳出魯瞳事件 一對雙胞胎呢 就在校門口等家人來接 突然間有一名女子走過來 說這個雙胞胎的母親 有事情要請她幫忙帶 之後就強行拉孩子上車 而根據前主播張淩宇的 臉書描述 誇張的校門口路人行進 這名女子呢 是打算要強拉其中一名 孩童上車 幸虧喔 這其中一名雙胞胎 是意識非常的清楚 還有危機意識的 立刻衝去找校門的警衛 警衛立刻衝上前 把小朋友給拉了下來 女子眼見刑機敗露了 立刻跳上車逃逸 實際詢問校長 她聲稱不曉得這件事情 肯定要逐一確認 才有辦法釐清 整個事法經過 好 繼續我們還要來看到 是二十多年的老鄰居 因為停車的問題 爆發了口角衝突 地點是在南投縣的 新街地區 而這是有鄰居指控 一對兄弟擋著把車子 停在路中央 妨礙了整排住家的通行 甚至還會粗言不斷的 恐嚇老人家 不准他進出 但當事人說自己已經 買下了整個社區的空地 是鄰居自己先用木板 來阻擋車輛 還有其他的住戶開車 重撞他們家 他拿木板 你直接來 推到我第一 有沒有 他一直把我婆婆趕出去 我婆婆想要回來 不行嗎 那是我們的第一 趕出去哪裡 透天社區裡 白衣男子跟鄰居 因為停車問題 起了口角 富人拿木板防身 想要回家 沒想到黑衣男子 用身體把人頂到不停後退 最後富人被逼到牆角 情緒崩潰 大火大叫 南投縣新界地區 有民眾指控 一對兄弟黨 開車停在路中間 妨礙了整排的住家通行 甚至不斷嚇阻老人家 進出家門 行徑相當惡劣 該社區的嚮導 為私人的土地 因為停車的問題 而發生糾紛 雙方互相提出恐嚇 以及妨礙民喻的告訴 被指控的兄弟黨 低調不受訪 私下透露 是鄰居用木板阻擋車輛 還有其他住戶 開車衝撞他們家 甚至阻擋救護車 大小衝突不斷 現在二十多年的老鄰居 準備對不公堂 另外嘉義市 也有瓦斯航貨車為停下火 銀色轎車開進小巷 發現前方貨車幾乎停在路中間 旁邊還有連排機車夾殺 但轎車還是硬要過 在那邊一退一進 最後還有人看不下去 出來指揮 駕駛才放棄 繞道而行 街中部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到 在凌晨四點鐘 雲林虎尾 王土庫的路上 居然出現一名富人 直接躺在大馬路中央 還高舉雙手要阻擋來車 把駕駛嚇得一身冷汗 常說這個人是幹嘛了 而且狂閃大燈希望她離開 但是女子還是不理喔 要是不小心撞了上去 後果可是不堪設想 真的會嚇死人 大半夜的一個富人 橫躺在馬路中間 自己又爬起來高舉雙手 要攔對象的大貨車 駕駛停在路中看傻眼 把離譜過程用手機拍下 狂閃大燈示警 雲林虎尾 往土庫的路上 詭異婦人半夜不睡覺 獨自在馬路上遊蕩 倒地攔車樣樣來 但不見民眾都說 不認識這個人 會嚇到 因為我們去人撞到 要怎麼做 半夜的不知道 沒有什麼冷燈 都看很快 她覺得搞不出來 就覺得沒人出來 凌晨三點多 突然有人出現在馬路中央 真的會嚇住一身冷汗 還好大車駕駛反應夠快 暈的看到人 就緊急下車 沒有發生意外 理性民眾62年次 在線道145公路行走 因精神狀況不佳 不明原因倒過於道路 所幸後方車輛 即時發現沒有撞擊 事後警方開車 護送婦人回家 也提醒家屬 要多注意她的精神狀況 下次在半夜 跑出門逛打劫 車來車廣恐怕就沒 這麼幸運 記者亮兵 盧俊傑李雲杰 雲林報導 好我們繼續來看到 是在清北市的警方 有在宮堅樹林民宅 而且眼見說 這個職業天酒牌賭場 就在前面 但是他們居然是用 菜市場作為掩護 隱身在社區裡頭 大批賭客看到天啊 警察來了 想要倉皇逃離現場 但是全被逮個正著 而在台北市呢 也有天酒牌賭場 爆出的是賭客黑吃黑 居然利用的是煙河 來炸賭 當場被抓包 一打開煙河 裡面有什麼 居然有驚人的關鍵 宮堅民宅 經見大批男女 寄到炸 原來這裡竟藏著職業賭場 隱身社區 借著旁邊市場 定費人生做掩護 大賭天酒牌 以為能瞞天過海 負責人及十一名賭客 狼狈招待 但不只新北北市 也有賭場 炸賭被抓包 袋子內到處 天酒牌還有一個煙河 看似平凡無奇 但這煙河一打開 裡頭進金箭 一條電線 原來裡面暗藏 炸賭乾淨 你說鏡頭的啊 就藏在煙條裡面 鏡頭會超高 拿起來 會直接的時候 你感到 鏡頭跟後台連線 看到什麼牌 後台立刻用耳機 告訴賭客 輕鬆炸賭狂贏錢 不過這看似厲害的手法 知情人士透露太粗糙了 早就過時 怎麼還在用這種 下山的那種 最兩光的手法 難怪被抓到 這是最下山最遜的手法 一個十年前就有了 下山基本上可能就是被敲手指 或是手掌被傳刺 通常抓到那個手掌都被敲嘴 職業賭場大膽炸賭 不講武德 不僅得擔心被警方逮捕 黑吃黑恐怕還得面對 地下秩序 記者黃明君 洪玉蘭新北台北報導 無色覺醒 超越藍綠白 我們週天新聞 希望人民要過好日子 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們就要來掌握的是 NCC都已經連十六敗了 被說是看顏色辦事 但是他們還是矢口否認 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時間到回2019年的2月18號 兩則新聞 這本台遭罰了40萬元 一個呢 是其實各台都會在播的 也就是呢 一些那種民俗的新聞 這個鳳凰展翅雲朵 但沒有想到呢 民俗專家所說 我們旁邊也上了一個情語了 可是我們還是被罰40萬 那現在呢 中間新聞的行政訴訟是獲勝的 但是NCC還是不服喔 硬是要申請再審 那麼北高行指出說 適用法規顯然明顯有誤 再審沒有法律依據了 所以幹嘛 判決駁回 NCC表示說 整則新聞是違反了 衛星廣播電視法 供序良俗與事實查證的原則 好我們先不說別家 我們就先來看這個新聞 我們旁邊有上警語 我們也說民俗專家所說 所以其實我們是沒有違反 任何的新聞事實查證的原則 儘管NCC呢 不服申請再審 但是現在北高行 做出了一個最後的判決 是判決駁回 此外還有哪一些 其實喔 大家呢 耳熟能詳都熟知的 感覺呢 好像前幾天 有一直在播的 這個民進黨 過去的這個造勢 是邱盈碩說的這個大家賣離開喔 這個呢 他們也我們有判決 我們也是勝訴 另外鳳凰瑜的新聞 就算呢 他們不服申請再審 我們中天新聞還是勝訴 另外還有 過去的這個大新聞大報告的節目 討論的是 農於產品的滯銷問題 以及呢 這個小韓粉嗆阿扁 為何罵韓國瑜 還有這個卡救命前 養蚊滅韓等等喔 包括中天新聞的換照案 還有呢 前幾天有為大家所在 重新播報過的 浙江台商爸爸 call in 喊冤等等 我們都是勝訴 一連NCC16敗 那他們難道不是看顏色辦事嗎 前立委郭震亮說 民眾黨巴西立委呢 現在就已經提出 要成立進電視 進傳媒的審照調閱小組 反觀國民黨 為什麼沒有成立這個中天的 序照調查小組呢 是不是要關心一下中天啊 幾個委員是不是要開始要負責這個案子了呢 這樣子大眾才會再繼續幫忙追下去啊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的是 剛才我們有說的是中天鳳凰雲的新聞 到NCC開罰40萬元 那麼我們就提起了行政訴訟 NCC跟一省上訴敗訴 同樣呢 他們再申請撥回 可是還是被撥回敗訴了 那麼NCC跟中天訴訟喔 真的是已經有高達16連敗 那麼NCC的16連敗 讓立委王鴻威看了直言 這是遲來的正義 因為NCC欠中天的太多太多了 而國民黨立委羅廷偉 則痛批說 NCC現在淪為黨議機關喔 變成了一個東廠 好假民主真獨裁 你NCC的公信力已經是跌到谷底了嗎 就是你今天所送來的這個裁罰案 人家連延遲辯論都不必要了 覺得說根本不需要 直接的就撥回 然後直接的來結案 這個終究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那當時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你這個都要罰的話 那真的有很多很多行為 你都應該去裁罰 而不是指罰中天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概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恭喜中天又勝訴了 那這應該是第16個案子了 第16勝 那麼我想NCC真的欠中天非常非常多 已經連續16敗 其中這一個請外部委員來審議 他就是一個假民主 想要包裝獨裁的過程 很簡單 找外部委員看看外部委員 是不是能夠一致認同 他們就來開罰 這是外部委員決定的 跟我們內部無關 哪知道外部委員的多數都不同意 不認同這個有違法 沒關係 我們NCC委員自己來開罰 因為我們不是NCC委員 我們是民進黨代表 所以這就是一個假民主 真獨裁的一個過程 想要利用外部委員 利用不成 最後自己來下毒手 我想這更能夠顯現出來 外部委員的一個公平公正 民進黨的真正獨權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很愛告人的還有誰 就是農業部了 因為立委徐巧鑫在臉書上特別發文了 他說又贏了農業部了 已經兩度告訴我了 還想怎麼樣呢 我們為您畫紅線了 他說這當初我在臉書上提到農業部 在這個超私進口彈的事件上 涉嫌謀財害命 並且闡述了詳細的理由 包括學者專家的說法 都已經拿出來佐證了 而農業部呢 就嘻嘻嘻對他提出告訴 如今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 這個結果都出爐了 欸你們都打敗仗欸 那他也說 我們也申請調查依據了 結果呢 來往下看 農業部怎麼說 他趕緊說 這不是本案的重點 所以不願提供 他說告人的時候是很快啦 好啊 那你告我的時候 OK給你告 但是你要提出證據的時候呢 又不敢提出證據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農業部 現在捍衛名譽 結果呢 沒有想到農業部自己告輸了 被徐曉欣繼續發文狂酸 這是今天百天的一個最新的消息了 好除此之外 我們還要來關注什麼呢 就是行政院前發言人陳宗燕 有被控這個 有被控這個涉灘接受性招待 那麼監委呢 就提案了彈劾 卻不成立引發了在野抨擊說 真的是莫名其妙欸 怎麼說呢 我們就看到了 蔡正元就說 哇 這個官員接受性招待 不必彈劾 這個是民進黨的最新標準嗎 一定是因為陳宗燕是賴清德的嫡系 所以為台灣建立了一個最新的行為準則 現在已經有人在發文狂酸 那麼監委郭文東在10號澄清了 因為台南地檢署還在調查 在等待司法的結果出路之後 也會提出彈劾 因此當下是沒有勾選贊成 或是反對 只有投下廢票 如果南檢調查的結果認定 這個是有為師的一些行為 他也會支持第二次的彈劾的 他說這個是他的成親文 沒有勾選贊成或反對 只有投下廢票 好啦 現在陳宗燕已經都被說是性招待 提出彈劾 但是最後的表決是兩票 對上11票的不成立 那麼國民黨立院黨團總 趙富昆奇就痛批說 我國的監察院怎麼了 永遠只是看顏色來辦事嗎 如果藍的就辦 綠的就算了算了 給他開個方便門 給他開個後門 早就讓他過關 但是吳斯堯就反駁了 他就說國民黨應該要加入 民進黨長期以來的修憲主張 因為廢考間是民進黨一致的立場 所以他還算藍營是回頭試案 給予肯定 讓民眾黨的立委聽了也是 看不下去 聽不下去 炮轟說有點太無恥了吧 他說沒有辦法想像吳斯堯 怎麼會講這種話 民進黨會在18歲公民權之後 提出的是廢監察院提案 但是2023年 根本沒有看到相關的作為 掌握權力之後又覺得說 別廢了 因為這塊肉實在太香了嗎 他們認為說 現在民進黨上下的立場 或許就是這樣 我們回過頭來看 陳宗彥接受的是性招待 那麼現在這個監察院調查後 提出了彈劾 但是表決的票數卻是兩票 對上11票的不成立 羅志強就質疑了 監察院難道不是看顏色在辦事嗎 事實就擺在眼前 可是票數卻是讓整個案情陷入焦燭 也讓老百姓對於監察院是失望的 認為有監察院跟沒監察院 其實是沒兩樣的 但吳思耀卻反酸 說國民黨應該要加入 長期以來的修憲廢考監的主張 我們一起來看看 其實我們的監察院跟廢務院 也沒什麼差別 說實在話 它不單是廢務院 它現在是護航院 是東廠院 它今天查別的 查所謂在野者 他很認真積極 但監察真正有權力的人的時候 他就擺爛 你像陳忠燕 這麼明明白白 這個接受性招待的各項事實 攤在陽光下了 你這些監察委員 還可以豬油蒙的心 對不對 還可以護航 所以像這種監察院說真的 我覺得接下來監察人事審查 包括監察的預算 都要非常嚴格 不能讓這些四位素餐的米蟲 然後繼續的來 這個領人民納稅錢 卻不做事 立法院不宜去智慧 更不宜針對個案 帶有政黨意識形態的 去進行不當跟過當的批判 所以昨天國民黨團說 監察院功能不張 廢了算了 那非常歡迎中國國民黨 加入民主進步黨 長期以來修憲廢考間 這樣的主張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膠原蛋白 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不需要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需要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如果您已經下台 中天新聞網APP的好朋友 記得現在可以更新了 因為有祈願福袋 可以及時許願的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來加入 讓廣大的中天好朋友 一起來幫您祈福 幫您祝福 也歡迎大家可以點選 我們這APP畫面的 右下角有個好運籠 有五款的福袋 任君挑選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 跑馬燈秀出來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 這個新聞播報的過程中 可以donate 那麼這樣子呢 我們就會及時看到了 所有的祝福 以及所有的支持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歡迎 同時也非常的感謝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 國際消息的全球現場時間 先前有傳出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 綠扁帽已經常駐台灣了 但是美軍卻矢口否認 整件事情是真是假 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鄭榮 大家好 王安傑雄現場 我們先帶您來關注到 這是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阿基里諾 他在20號的時候 是出席了美國眾議院的 軍事委員會 他就表示 美國國防部計劃 評估台灣的民防實力 確保民防組織 擁有可以阻止解放軍 入侵的小型武器 好此外呢 他也否認說 美國在金門常駐軍隊 他指出這是不實的報導 這件事 還有,昨年的NDAA 還指出了一堆 擁有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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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到就是美國的民主黨眾議員潘內達 他是引述了美國軍事新聞網站最新的一個報導指出說 美方是根據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啟動與台灣重要的軍事合作 而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綠扁帽已經常駐台灣要訓練我方的軍隊了 好,雖然說這個阿基里諾對於這個報導是否認的 但是我國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就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否認他只是指出維扁帽的協訓可以給我軍好的參考 是屬於固定交流的範疇 好,當然包括了美國持續軍售台灣 還有這個對台灣的這些軍隊來幫忙訓練 這種種都是兩岸緊張關係很緊張的主因之一 而現在這個美軍的印太司令部司令週三在軍委會當中的這個聽證會 好,他說現在還有一個新的警示 所有的跡象都顯示解放軍會達成目標做好2027年攻台的準備 阿基里諾他也指出說自從2020年以來 他的觀察是解放軍已經增加超過了400架的戰機 以及20艘的主要戰艦 好,那其他的包括了彈道飛彈還有巡弋飛彈的庫存也增加了一倍之多 他並且指出那大陸的軍費支出已經增加了16%超過大約7兆台幣了 好,此外阿基里諾他也提出了警示說解放軍近年一直都在模擬 包括了海空封鎖對台的軍事行動 好,同時見這個共和黨的議員蓋茨也問阿基里諾說 那是不是真的是有計畫對台灣的民防實力來進行評估 要確保民防組織是擁有可以阻止解放軍入侵的小型武器呢 對此阿基里諾表示是絕對有 但是對於這個細節他是沒有詳細說明的 他就有說這個是屬於軍事機密 要在機密的場合再會進一步的討論 好,但是阿基里諾對於外界所謂的這個豪豬戰略 就是說要把台灣打造成一頭豪豬 那他是拒絕評論的 也因此外界現在就分析說 好,包括了剛剛這個議員提到的小型武器 還有這個豪豬戰略 是不是真的美方接下來 對台的這個軍事計畫的重點是說 可能台灣是模擬會打成政戰嗎 好,當然其實現在對於兩岸情勢緊張 去年華府智庫就做出了一個兵推 顯示出這個結果 如果真的台海中市一戰的話 那結果是如何呢 好,結果顯示美日台會慘勝 而且呢 其實美國的關鍵彈藥庫存 會在一週內就會用盡了 那解放軍攻台會遭到美軍的F22 還有潛艇是南北夾擊 攻台行動會宣告失敗 但是呢解放軍同時也會失去這個現代化的海軍 當然這個美軍也會損傷很慘重 而萬一真的是兩岸爆發了戰爭的話 有足夠的資金嗎 其實現在根據這個財政部長張翠雲 他在昨天就證實了 的確在去年的時候做出了這個金融兵推 打算日後要徵收戰爭稅 為了要籌措戰備資金 好,其實此舉呢是仿照了 現在還在開打的俄烏戰爭 烏克蘭也在戰爭之後就有加收戰爭稅了 好,但是這個舉動看在工商大佬的眼裡 認為說這政府是完全畫錯重點了吧 因為大概所有的人民都是希望可以和平 希望過好日子 不想要兩岸有開戰的狀況 工商大佬就認為說政府是完全畫錯重點 因為重點是你要如何讓兩岸關係好 就是要跟對岸來溝通 避戰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好,另外來看的是解放軍在去年的8月份的時候 公布了一段新的影片 顯示首款正式投入服役的隱身戰機殲20 成功的四次逼退了不明身份的外國軍機 大陸央視的軍事頻道最近也曝光了 逼退外機更多的細節 以及訪問一下看 一次外軍機逼近我國領空 多架加20機梯升空起飛迎敵 外軍看到我們起來了之後 他們也是想從氣勢上或者說 從一些方面去壓到我們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肯定不能退讓 整個空中處置的還是比較緊急的 整個態勢得不斷加劇 處置很快的 交回了幾次之後 一直處於一種相對有利的態勢 經過數輪激烈攻防 國防戰機持續佔據戰場優勢 最終逼退了外軍機 這一段大陸央視的影片 除了說明2023年8月份曝光的殲20 逼退不明外國軍機的情況之外 還展示了殲20採用的壓式氣動佈局 把水平尾翼移到主機翼的前方 搭配了殲20的隱身性能 也確保了戰鬥機的優秀移動性能 好當然除了軍事之外 其實在科技戰的部分 美中之間還是角力不斷 這是白宮在台灣時間20號 發表了一個聲明 將會透過晶片法案 給予英特爾85億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2700億元的補助 外加大約是台幣3500億元的貸款 但是一般預估 其實台積電海外廠 可能沒有辦法獲得如此高的補助 那這個補助 是不是其實就是有些落差 這也是引發的一些 這個業界的討論 那同一時間彭博社則是報導說 美國將會持續對大陸的科技晶片 加以限制 考慮制裁和華為有關的半導體驗者 英特爾執行長面帶微笑 向美國總統拜登一一介紹晶片 而拜登也正式宣布 將給予英特爾85億美元 相當於台幣2700億元 更外加3500億台幣的貸款 這項晶片法也是美國政府發出最大筆的補助 以強化美國半導體的供應鏈 但這只針對美國本土的英特爾 像是台積電以及三星都在當地設海外廠 但當地政府卻只有小規模補助 金額遠遠不及拜登對英特爾的大補助 而美國政府除了扶植本土企業 也正加強制裁中國大陸晶片 考慮制裁和華為有關的半導體業者 納入黑名單 同一時間蘋果執行長庫克20號現身上海 並和比亞迪等三大供應商會面 庫克表示對於蘋果供應鏈來說 沒有比中國更重要的地方 不過去年才剛上市的iPhone15 卻在大陸罕見降價 出貨量也持續衰退 這恐怕也是庫克此行的目的 希望可以重新挽回在大陸市場的熱度 記者綜合報導 全力熱血從西北起飽 桃園切放會聚你我熱血 逐漸支持讓愛流動 全力響應堅持殘愛 台中相提熱血英雄 高雄最中善愛心不見斷 熱血以外會熱血 大大洗手讓愛會流 尊寫嘉年華等您來參加 好 回到新聞現場 門莊來掌握的是 立法院長韓國瑜就任以來 無論是側翼還是其他的媒體 都緊盯他的一舉一動 等著他可能會做出 可能出包的一些行為 那些黑暗產業鏈 更是伺機而動了 不過29號韓國瑜 是首度告假 理由是因為陪同總統蔡英文 參加中樞春季大典 那麼包括了總統副總統 還有五院的院長等等 都會參加 而這也是兩人四年後 首度在同台同框 總統蔡英文任內的 最後一次主祭 那麼韓國瑜首度 是以國會議長的身份 陪同出席 那麼屆時也會將由副院長 江啟成初登板代理主持 院會 這也是今天的一個 最新的消息了 其實我們還要來掌握的就是 各位總統蔡英文 700多天 不曾接受媒體的訪問 不曾公開受訪 那麼藍營要求未來的賴清德 要定期到國會 進行國情報告 並且接受答詢 可是綠營卻頻頻阻擋 但有立委就質疑說 民進黨過去對於總統 這個馬前總統 有同樣的要求 是急問急答 如今的態度大逆轉 雙重標準 逃避監督 百萬人票選出來的總統 到底該不該接受 國會監督 根據憲法規定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 國情報告 準總統賴清德選前 也表態樂意接受 但國民黨主張 急問急答 綠營卻是狂阻擋 賴清德 他可以700多天 完全不召開記者會 賴清德 一到立法院來 不是只有單方面的報告 你應該接受 去彌補 像蔡英文這種 完全不理睬民意的漏洞 恐怕都逾越了憲法的授權 大家可以看看 美國總統拜登 他也是向國會報告完之後 就離開 民選黨不斷強調 依憲政體制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而民選總統對人民負責 並不對立法院負責 但事實上 以我國地方制度為例 縣市首長與議會議員 也都有地方人民選出 分別對人民負責 依然有備詢制度 萊英質疑民選的總統 難道就只能躲在 行政院長後頭逃避監督嗎 過去民進黨也曾主張 要馬總統到國會報告 必須要與立委雙向溝通互動 能夠詢答才有意義 如今換了綠營執政 態度大逆轉 遭調侃 真是雙標保證 謝謝楊潔璃圈 SL組台北報導 好 今天很多球迷 看到這個新聞 嚇了一大跳 是美國職棒大聯盟 稻情明星大股祥品的翻譯 水源一瓶傳出 涉賭 好 涉賭也就算了 他居然還竊取了 大股祥品1.4億 這天台翻譯被開除了 原來他也自己承認說 的確他有賭博成癮的問題 那麼現在傳出涉賭案 遭到球隊解雇 美國媒體有報導說 水源一瓶他涉嫌從大股的賬戶 匯款450萬美元 折合台幣1.4億給組頭 向球隊坦誠說自己賭博成癮 你既賭博成癮 你還竊取大股祥品的1.4億元 現在被轟得滿頭包 那他也算是這個 大股祥品的前翻譯了 我們就要來看到 為什麼他被說是這個 天才的翻譯呢 因為他年薪有4400萬台幣 在這個日本職棒時期 就跟大股認識喔 那麼就跟大股一起到美國大聯盟 也成為他的貼身專屬翻譯 甚至還擔任他的司機 跟訓練好搭檔 也就是說其實過去 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其實水源一瓶都在旁邊 那球團得知消息 當然是立刻開除了 並且郊遊商官的緊張單位 來調查 不過其實回顧他過去的表現 就是因為他經常都跟在身邊 也成為媒體的焦點 那麼在加盟倒極記者會中 的驚人表現 還被網友封為說 哇他的表現是非常的好 是個天才翻譯 3月19號這天呢 他說去年請他幫忙還賭債 大股很不高興 說會幫助我 且確保我不會再這麼做 但是隔天下午開了記者會 說大股並不知道我賭博 大股本人也沒有把錢 匯到這個博弈經紀人那邊喔 好在記者會上他是這樣講 那也有人說啦 這個大股的律師就說 天哪這個大規模的切刀案受害者 居然是大股翔平耶 好不管是過去的在這個媒體採訪的一個場合 好有拍照 或者是呢 大股翔平公開跟太太的合照的時候 水源伊萍也在旁邊跟他同框 所以其實他們的感情原本是非常的好的 但沒有想到呢 會弄你的就是你的身邊自己人啊 好網友就說了 拜託跟我說這是假新聞好不好 然後有人說 瞬間想的是 哇他完蛋了 因為會變成一個全民公敵吧 那現在選員伊萍呢 因為傳出涉賭牛 竊取大股的賬戶 折合台幣1.43億元喔 他已經承認這件事情 說自己呢賭博成癮 到其立刻把他fire掉 他的薪水也曝光了 他光是薪水年薪就四千四百多萬台幣 但可能就是因為錢太多 或許是來得太容易 他直接賭博成癮成性 欠了一屁股債 結果居然偷大股的錢 來幫自己償還 不用帶筆記本 英日語流利轉換二刀流 大股翔平的鐵神翻譯 水源伊萍過去神翻譯 備受肯定 現在卻被爆出 俄羅用大股超過四百五十萬美元 約台幣1.43億的資金 非法賭博 20號遭盜期隊開除 日媒也發現 大股翔平21號 取消追蹤水源的IG 兩人關係正式破裂 39歲的水源伊萍出身北海道 在洛杉磯長大 從火腿隊一路跟著大股到美國 當翻譯陪練球 還一度當司機 包辦大股的大小事 如今動用大股的錢 非法賭博 年薪也跟著曝光 日媒曾報道 水源的年薪是抽大股年薪的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以大股平均年薪七千萬美元 約台幣二十二億來算 水源能拿到一年 約台幣兩千兩百萬 至四千四百萬的高額薪資 水源伊萍雖然聲稱 他主要賭足球 籃球和橄欄球 並沒有簽賭棒球 但涉嫌偷大股資金 違法賭博 卻說辭反覆 十九號說是大股湘平幫忙還債 二十號又說大股湘平不知情 現在球迷憤怒炸鍋 批水源伊萍已經成了全民公敵 另一邊日本前女子捉球選手 符原愛和江洪傑 才宣布雙方和解 現在又被報符原愛 由大陸金主撐腰 無錫借給他三億日圓 約六千四百七十萬元台幣 在大陸的工作 也有這位富豪幫助 再度成為網路話題 記者李清聰報道 好家務事節目段裡還亂 藝人大S跟前夫汪小菲 離婚官司持續進行 不過卻衍生了新一輪的風波 現在面對大S她直接指控說 汪小菲婚內出軌 甚至還欠錢 以及她有收到非常多 不堪入目的汪小菲 過去在婚內 跟很多女子的一些親密照 讓她忍無可忍 那汪小菲的媽媽張蘭 則是二十號晚間開直播 這控訴大S家賣掉婚房 獨霸了三億元等等 甚至還寫出了時間軸 質疑大S在離婚前 可能就已經開始寄東西到南韓去了 才是出軌那一方 目前兩方各說各話 那也請你把我給他們購置的婚房 你大概賣了三億元台幣 王小菲大S離婚官司 罵陣持續 錢婆婆張蘭 二十號晚間 ZK直播反控 大秀S一家私自賣房欠錢 第一套房是十二年前 我買的 賣完了一分錢都沒給我們 他媽咪了 2022年間大S曾經公開 王小菲手寫借據 多達兩千六百萬的欠款 就和台幣上億元 不過張蘭如今不認賬 煩咬S家還逗欠王家 兩億台幣 他說如果徐家 一定有一個不健康的孩子的話 他願意生這個小孩 是 雙方家屬全加入戰局 小S也透過經紀人回應 謝謝大家的關心 這幾年真的辛苦我姐了 透露出心疼 不過爭議還沒完 他整個鋪上去 跟這個女孩子就在沙發上 面對大S三點指控 王小菲婚內出軌 張蘭反擊 曬出時間軸 指於2021年8月14號 大S就送刺青器材 到韓國聚駿業家 雙方禮婚條件 卻在2021年11月成立 更曾約定大S再婚 王家不必再支付 贍養費用 表示自己不惜斷絕母子關係 要公佈證據 常常一張時間表 卻缺乏相關證據 不少人提出質疑 如今雙方爭議 自有一套說詞 這裡請問聽台北報導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未來這個鋼廠 董事長是我 法人也得是我 兩年前 他求著找到我帶子去 竟然跟我要經營拳 咱們大家一起看 必須我說了算 要是沒有你他能有今天 他有資格坐在這裡 我今天就是要讓他們知道 誰說了算 誰是老闆 順便讓我告訴你 不管是對你還是對這個鋼廠 我都溫習我 風吹慢下 4月2日晚間11點 中天娛樂台 接下來就要提醒大家 我最近有諾羅病毒肆虐 由於這病毒傳染力非常的強 只要一人中 就會全家中 所以一時就要提醒大家了 做好個人的衛生習慣 環境清消 但是也要來告訴您的是 其實酒精是殺不死 諾羅病毒的 因此如果想要用這個環境清消 來對抗諾羅病毒的話 抗菌液就要選擇旺旺出產的水神抗菌液 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除了有國家級的多項認證標章之外 也可以證實有效對抗諾羅病毒 抗菌率達到99.9% 溫和不刺激也非常單純 對於環境無害 使用過後會還原成水 成為居家防護的最佳夥伴了 所以如果家中有這個小嬰兒 或者是長輩 或是這個民意力比較低下的這個家人的話 歡迎幫他們來選購了 可以到快點購 來下單購買旺旺水神抗菌液 不管是2公升5公升 還是10公升的大桶家庭容量 通通都買得到 歡迎大家可以輸入推薦代碼 小寫的CTI77想要更多的 好康又會折扣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掌握的是 在今年度2024智慧城市展 台北展區一連四天在南港展覽館登場 台中市政府也北上舉辦 台中市城市智慧的成果發表會 那麼也分享了台中推動的數位 跟靜靈碳排的一些成果 有透過多上的智慧應用研究 展現台中智慧城市的推動亮眼新成績 以智慧治理智慧環境智慧交通 以及智慧生活四大主題 展現台中市多項智慧應用解決方案 台中市府北上參展 讓大家看見數位轉型的成果 我們數位治理局在台中通這個軟體 也得到了所謂go smart 國際大獎的肯定 另外在環保局我們的 沙元辨識AI 這個河川全國方位防護的相關的系統 也得到了國際大獎的肯定 我們一方面展現了數位轉型的成果 一方面也展現了我們靜靈碳排轉型的成果 這兩個轉型我們稱之為雙軸轉型 這兩種轉型的結合可以帶來市民朋友 跟市民家人更為便利更為幸福的生活 以台中通APP為例 將原先需要直奔往來及交通往返的各項市政服務 及活動對講等作業 改以線上申辦 不僅更便利也達到永續淨淋目標 在這一次台中市的展區裡面 我們四大主題包括這個智慧治理 智慧生活智慧交通跟智慧環境 總共展示了三十幾種解決方案 這個solution 所以歡迎各個產官學員界 只要你對智慧城市有興趣 都歡迎來台中展區參觀 從各項大型活動到市民最關心的環境 交通住宅等問題 透過智慧創新應用 力推數位與靜靈雙軸轉型 記者周春玉有保真台北報導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掌握了 白沙屯媽祖晉商第四天 有什麼大驚奇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了 這個背後有非常多感人的一個小故事了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這個水廓千曰落水失聯 有工人家屬貴求媽祖 請媽祖來幫幫忙 也很罕見的獨流獨停在身邊 那麼這一幕呢 也讓別人就覺得說 其實看了為之動容 我覺得說這個媽祖就是不一樣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貼近明星 因為他還懂得媽祖停下來傾聽 不管是有女子攔教替這個離癌的女兒祈福 還是有其他想要幫父母親 年長的長輩年脈神聖這個雙腿不利於行的長輩 來祈福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媽祖總是會停下來 然後讓這個信眾可以鑽叫腳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指引 讓獲得這個心靈上的一個平安 心靈上的一些安定 很可愛的畫面在這邊 在我們的畫面下方 這個是媽祖繞進了幼兒園 小朋友看到媽祖來了 覺得說很Q很神奇 怎麼會有神明降臨的感覺 然後老師就帶領小朋友大喊說 媽祖我愛你喔 那麼也希望媽祖可以保佑孩子們 通通健康長大 這一幕小故事也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也讓人覺得說充滿正能量 另外還有七個月大的小女嬰離癌 那麼媽媽也就是貴求媽祖可以來幫幫忙 希望可以祈求好運 那麼也希望孩子的病痛可以趕快消失 那麼也希望有媽祖的加持可以讓孩子 但是無論是在未來的治療上面 可以有特效要出現 當然也希望未來一切都順遂都平安 來3月21號5點彰化起假 預估下午3點之後會進到雲林 其實雖然現場有非常多感人的小故事 可是我們還是有看到有亂象 亂象是什麼 就是有些你不是信眾你卻亂跟 然後或者是有人覺得好神奇 這什麼啊 就是硬要拉一把摸一把 然後也有人會想要利用一些神明 來找神機然後來賣故事 可能是想來戀財 另外還有什麼呢 也有人說這個現場到處都是垃圾 都是紫屑 也好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會變成行動夜市呢 有人就是跟著媽祖走 好媽祖到哪裡 好他賣東西就賣到哪裡 但是有些亂象產生 第四天上午呢 是跨到了雲林境內了 那麼有關過去不同的路線 是這個媽祖籃照從彰化雲林 那麼也是行經了這個林內鄉 那麼讓信徒很感動 也是紛紛來迎駕 直呼視百年來投一招 不過呢也有一些這個資深的信徒 就說有人是來趁熱度的 沿途想要拿免費的結緣品 好明明都已經吃不下了 比如說這些包子 饅頭肉掌 還有這個碗粿等等 你吃不下 你就是硬想拿貪心嘛 拿了以後然後呢 吃不下幹嘛又亂丟 造成浪費 旁邊都是垃圾 變成一個大型的行動夜市 百年來投一招 白沙屯媽祖跨越張雲大橋 來到雲林林內鄉 路線帶來大驚喜 讓當地信徒好感動 沿途人潮不斷 空拍鏡頭密密麻麻 全是成形信徒 還有更多人 主動捐出結緣品 一路上有吃有喝 絕不會餓著 五千份便當分送給香燈角 就連開車經過的 也拉下車窗拿一份 但有信徒說 18萬人 人多亂象也多 有人四處拿免費結緣品 食物吃不完 到處丟變成浪費 根本成了行動夜市 百分之99.9%是好的 特殊的幾個狀況而已吧 更有人只是為了 蹭媽祖熱度 湊熱鬧 即在鑾轎旁 甚至搶轎 都是禁忌 一年一度 媽祖競鄉 隨著報名人數 年年增加 今年暴增 將近18萬人 裡頭或多或少 出現了駭群之馬 讓宗教盛世沾染污點 解中部綜合報導 一開始我看到 有人在用手機吊繩的時候 我覺得好笨喔 這什麼時尚單品呢 反正也換了新手機 不如試試看 所以呢我也就買了一款 結果從此之後 我要上之前的說法 說聲抱歉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它真的就是解放雙手 掛在脖子上面啦 或是側掛 手機永遠都會在你身邊 就是有一種安全感在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東西 我會跟身邊的朋友 去推廣是說 你現在沒有手機是神嗎 那你真的太炫耀了 你讓它自由吧 讓它自由吧 好不好 我們來看社會消息 台北市松山區的一間營樓 傳出搶案 這搶匪洋裝成客人 在挑金氏 但是抓起四五條項鍊 搶了就跑 老闆跟他兒子上前逮人 雙方還爆發了接練扭打衝突 那麼搶匪甚至還拿槍 猛敲擊他們的頭 行為非常惡劣 穿被騎男子神色慌張 穿越巷洞 因為就在幾秒前 他到一樓店想搶金氏 卻沒得逞 迅速展開逃逸 一路鑽小巷還變裝 警方貨報立刻到場 案發現場只留下 布置黨待在遠地 頭部留下鮮血 身體多數擦傷 原來兩人跟牆肺發生激烈搏鬥 就坐在這裡啊 說要買項鍊啊 拿著就跑了 他滾他搶的時候 有他拿手機給他打 披露衫啦 回廠出發經過 老闆兩人心有餘悸 則料到看似斯文男 竟然市民搶肺 看起來都很正常啊 頓困斯文 真的是嚇一跳啊 二十二晚間七點多 在台北也是燕姬街 上一間營樓 嫌犯洋裝成客人 選購金氏 結果是店家不注意 一手抓起四五條金項鍊 轉身就往外跑 老闆兩人跟兒子 立刻追了上去 雙方在扭打過程中 遭對方持手機 與手槍的槍托 敲擊頭部 雖然最後金像鏈拳 奪了回來 卻也受了傷 嫌犯掙脫後仰船而去 彈霞與七發子彈 掉落現場 警方部下警网 在三小時內 火速帶到人 店主及店主兒子 發生扭打 逃逸過程中 遺落彈夹及子彈 李希強被移送客 用雙手遮裂 過去就有多項前科 還在外欠下 兩百多萬的賭債 這回廷而走線 槍遺漏 工程式臨時起役 究竟槍從而而來 警方還要釐清 接著葉委李楊忠勝 對宣台北報導 好 我們接下來還要來看 是基隆港C20碼頭 有發生的是碰撞案 那麼不慎呢 是直接撞到了碼頭 那船殼破裂 岸邊的設施也遭破壞 由於船長是中國籍 沒有語言溝通上的問題 初步懷疑應該是 機械故障 破櫃船在飲水人引導下 慢慢調整船項 準備靠港 不過情況似乎不妙 你是不是拉錯車啊 怎麼越來越快啊 Slow Austin Huff Austin 鄰港人員會這麼緊張 極力想要挽回 可能是錯誤操作下 即將發生的意外 不過即便怎麼指引悲劇 還是發生 造車錯誤欸 一定撞的一定撞的 完了完了完了 你們要撞車了船長 要撞橋機 要撞橋機了 撞機 另一頭船隻嚇人員 也目睹著驚險瞬間 沿見貨櫃船聲 擦撞上碼頭 也無能為敵 這起貨櫃船擦撞上碼頭的事件 就發生在16日上午7點 基隆港西20碼頭 一艘中國中原海運貨櫃船 飛雲河輪靠泊時 疑似操作失誤 不慎碰撞上碼頭 直見左船尾嚴重破了個大洞 碰觸到橋式機 也造成碼頭水泥剝落 爛裝損壞等 船公司承諾 會負起所有的賠償責任 至於肇事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記者朱丁龍李廷熙 基隆採訪報導 台灣人很喜歡 也很需要的是益生菌 因為在2022年 台灣的益生菌市場消費力 已經超過了43億元 很多人都很相信 有益生菌可以調節生理機能 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認為說 益生菌可以幫助入睡 這是真的嗎 我們一起來聽聽專家怎麼說了 最受國人青睞的保健食品益生菌 除了維持消化道機能 幫助入眠 就連季節交替 面對過敏耗發的情況 也能幫助調整體質 比如說對於腸胃道的一些症狀 甚至對於免疫的一些改善 還有包括睡眠情緒 以及新陳代謝的這個部分的影響 在日常保養 我其實也會建議 針對益生菌來做補充 也會對於過敏體質 有一些的幫助跟改善 醫師表示 宣摘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可以藉由改善腸道環境 讓血清素的分泌吸收更穩定 增加生成睡眠 提升睡眠品質 克菲爾益生菌呢 它本身就會生成 Gaba 還有這個血清素 另外一個褪黑激素 也是它的藏污之一 那大家都知道褪黑激素 對於這個幫助睡眠 調整時差都有它的好處 另外台灣素食人口高居全球第三 單素食料理中 常常會有許多高油高鹽的 再製加工品 醫師就提醒 吃素族群也可以選擇 素食型的益生菌來調整體質 比較高油高鹽的一些 再製品 那這些食物就比較容易引起 體內腸道的發炎 所以我認為素食者 他非常的適合來補充益生菌 一方面是因為素食者 他的這個青菜水果 可能就吃的比較多 那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益生源 那另外呢 我會建議的話 他也要減少這些油炸類 或這個再製品的這個攝取 每日定時補充益生菌 除了選擇足夠的劑量 搭配不超過35度C的開水 平時維持良好作息 都有助於提升益生菌的作用 最在乎的事都承載了滿滿的愛 周年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如何用祈福福袋即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篇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公民選擇斗內 希望藍福袋 祈求公平正義 衝翻五二 福氣紫福袋 祈求福亂運望 紅福大展 健康局福袋 祈求長壽安康 可達平安 中台富王福袋 祈求財源廣進 點長紅 狀元紅福袋 祈求必應是勝利 金榜提名 您的福袋看名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唷 您的留言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重返五二 所有的斗內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多變的天氣 一頂帽子讓你溫暖又有形 戴上中天文創keep going 休閒運動帽 跟家園主播一起帥一波 拿在手上成為時尚配件 隨性搭出個人風采 粉色運動帽搭配同色系背包 都會新女性也可以很柔美 個性黑帥性做自己 你就是閃耀的焦點 中天文創品牌keep going系列 運動休閒帽 個性黑櫻花粉奶茶色 三款配色即刻入手 請上快點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直接來到一點鐘 大家好 我是張若瑜 歡迎您去鎖定中天五間新聞 在這個小時 我們同樣在五間新聞的子頻道連結 如果您是在主頻道收看我們中天新聞的好朋友 成績邀請您點連結 這個子頻道連結到我們的子頻道來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您的線上留言都會秀出來 謝謝簡多拉 謝謝麗雲 謝謝Kelvin 另外還有蘿蔔頭雞傷心 以及潔雲持續在線上支持 謝安3號 謝安是有很多帳號是不是 謝謝您的支持了 也謝謝阿絲 謝謝你一直幫我推薦 CTI717了 來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我們今天的頭條焦點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來看到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在15號主持立法院會 因為多名立委 因為趕不及到現場 之後他是有依照原本的議事規則 暢明三次未到最後宣布散會 但是此舉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尤其民進黨的立委上上下下無法接受 甚至還直接炮口直相對準的這個韓國瑜 認為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沒有把這個會議延續 你是不是想提早下班 然後甚至也跟這個蘭茵的立委 在這個無論是臉書上還是面對面上 都有一些口角的一些紛爭 只不過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但是其實真正我們要來說的是 韓國瑜的這個舉動 其實他是對的 因為本來就要按照議事規則走 那麼民眾黨立委張祈凱就說了 其實韓國瑜上任之後 靠兩件事情翻轉了形象 因為他的民調滿意度是完全大於不滿意度的 他的形象翻轉了 理由是什麼 來首先 因為他包括把總務處長拔掉以及改變 立委開會老是不準時的一個壞習慣 之前就有人說了 明明2點半開始你就2點半到 你為什麼認為說我算一算我3點40才需要到 你就真的3點39分才踏進這個議會呢 你這樣子的話其實 那前面如果沒有人到 你會補上這不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嗎 該幾點到就幾點到啊 所以他認為說韓國瑜對於像這樣子開會 因為不準時的壞習慣 很多人是為他起立鼓掌的 那他就有說韓國瑜的表現 其實不等於立法院的表現 那基本上是對韓國瑜這個人的肯定 那對國會無關 那這是郭正亮說的 這是一個個人形象的塑造 所以他認為說其實不只張祈凱 就連這個前立委郭正亮 以及包括其他有這個前立委們 不管是藍的綠的 有些人都會認為說 其實這個行為才是對的 本來你就是應該要按照規則走 如果不按照規則走 那要有這個議事規則幹什麼呢 那他甚至還說 他認為這個柯建民傷心欲絕 這他大概是最後一次當立委了吧 所以認為應該是有機會來選院長 但沒有想到喔 現在人家不僅人設做得比你好 現在滿意度做得也比你好 在柯建民的眼裡 可能是看不起韓國瑜的霸 這個是這郭正亮所說的 那接下來還來看的是傅崑奇了 傅崑奇他說呢 在在野監督執政黨 是古今中外在野黨的天職 那麼本來就是應該要監督執政黨 那組閣是不存在的議題 賴慶德怎麼可能會邀藍白組閣呢 所以你有可能有一個 共組超大政府嗎 他認為不太可能喔 國民黨就是要扮演好監督的角色 不要傻傻被摸頭了 分點利益有一些小利小甜頭 就忘了真正的國民黨該幹嘛 你應該是要監督執政黨啊 你要監督現在的民進黨啊 你不要因為被人家摸摸頭了 被人家分了一點小利益了 你就忘記你自己的本質跟天職了 那現在呢 也有調查顯示 民進黨 民眾黨 抱歉 民眾黨的立委不滿意度 其實是超車藍跟綠的 也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民眾對於民眾黨的立委 不滿意度其實是比較高的 欸 真的如此嗎 那民眾黨犯人吳怡軒就說啦 說其實民眾黨也只有八名的立委 滿意度跟兩大黨呢 不相上下 那已經是給予很大的肯定了 這也是在今天白天的一個最新的話題統整 那麼持續還要來看啦 這國會外交在初級 那中華民國跟英國國會聯誼會 21號有舉行成立大會 韓國瑜呢 就到了現場參加了 他就拿麥當勞的漢堡來做比喻喔 韓國瑜說 整個大中華經濟圈就像是一個大漢堡 旁邊的薯條呢 就像台灣 薯條雖然小 台灣雖然小 但是呢 是企業力是有很強大的生命力 跟爆發力的也有一定存在的必要 一定是英國在亞洲最好的投資夥伴 而韓國瑜呢 他也期盼 台灣跟英國的關係 可以越來越好 民國跟英國國會聯誼會 今天正式成立 張家俊會長 這個擔當這樣重大的責任 剛才我是接待第一個到訪的 中南美洲巴西的國會議員 聽完葡萄牙的話之後 再聽正統的英國牛津槍 覺得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親切 而且感覺非常的舒服 我跟英國的大使 講過 這個 上一屆的大使 我有談過 有沒有去過麥當勞吃漢堡 他說當然有啊 那是一個lady 我說那你看他那麥當勞吃漢堡的時候 你看那個大漢堡 旁邊會不會有叫那個薯條 我知道啊 我有吃過 我說你看那整個大中華經濟圈 你會感覺到哇 像一個大漢堡一樣 但是台灣呢 雖然小 但是台灣的土地佔全世界萬分之三 實在是很小很小 人口2300萬 也只有佔全世界的千分之三 但是台灣巨大的工業產品 卻佔全球的百分之三 所以這就是萬分之三的土地 千分之三的人口 百分之三的工業產品 這個代表著台灣不光是企業家 強大的生命力跟爆發力 還有英國未來在亞洲 尋找最好的合作跟投資夥伴 希望一定要把台灣當為首選 這是我對英國上一節大使的報告 今天同樣的話語 跟現任的我們英國大使 也一樣的報告 我想未來在張家俊會長的努力之下 跟我們熱情的 我們這個英國的大使的合作之下 外交部的協助 以及跨黨派的立法委員投入 相信未來英國跟台灣的關係 一定會越來越好 好 那麼其實立委徐曉星 在立院表現不俗 甚至還被說是一個女戰神 此外她有批評進口 但謀財害命 結果這個農業部 奮而提告 但卻告輸了 她說兩度都告輸我 這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她過去在當市議員的時候 為了超私的進口 但剛上農業部 對於勝訴疑事 疑事呢 這個徐曉星有還原 當時在法庭上的工房 她就酸說 這農業部告人的時候很快 要你提證據的時候 你又提不出來 其實農業部 這是第二次的官司了 同樣都是超私進口彈 那他們告了我刑事 也告了我民事 上次刑事的部分已經不起訴 那這次民事的部分呢 農業部也敗訴 但我覺得我今天要特別談的是 他們告我民事的部分呢 我方的律師要求 那要提供 農業部要提供 相關所有包含是超市 當時進口彈的公文 然後呢 你的採購 然後呢 你的核銷單據 然後呢 還有超市公司 他可以進口的包含相關的簡報 跟他當時是怎麼樣去承包的 所有相關的一些文件 都應該要提供 我們才能知道 到底你有沒有謀財害命嗎 那你去告了我謀財害命 可是我問你說可不可以提供這些資料 你又說無關本案不提供 那是什麼意思呢 真正要釐清超市進口彈的案子 就是應該要把所有的公文 檢據的核銷單據 全部都要呈堂證供 這樣子才能夠讓法官來做一個評斷嘛 結果怎麼會連這些都不敢提供呢 明明就可以釐清案情 還有讓國人了解 當時超市進口彈的採購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可是呢 農業部卻說 這個與本案無關不提供 所以我想呢 這個就是他們告人的時候很快 但是要他們提供資料的時候呢 又扭扭捏捏 這就是農業部 讓大家覺得很憤怒的地方 好 農業部讓大家憤怒的地方呢 就是喜歡告人 但卻經常告書 那麼此外 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未來2026的這個首長之戰 有人傳出說 有沒有可能高雄會派黃捷出來選 民進黨可能會派黃捷出來選高雄嗎 因為陳水扁就說了 快則2026 慢則2034 他說他聽到這個風聲喔 他說黃捷呢 會是未來高雄市長熱門的人選 甚至呢會比阿扁當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的年紀 還要再年輕喔 這是真的還假的啊 然後呢就有媒體跑去問黃捷啦 我說欸就那個 陳水扁都已經說了喔 說你很有可能 2026出來選真的假的 假意你的年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年輕欸 最快2026就有機會當大高雄的市長囉 他說他還在雪走路 更黃捷要飛喔 這這樣的功課 應該是要當稱職的國會議員啦 他也就是很謙虛的說 沒有這回事啦 沒有這回事啦 那我們就要來看網友怎麼看了 新聞都這樣子爆了喔 一定是有一些風聲傳出來了嘛 網友怎麼說呢 說當然不要啊 會被嘲笑吧 又有人說意思是隨便放個西瓜 多爛的蘋果都可以嗎 都一定會鐵定當選嗎 然後還有人說 你別想了啦 因為呢民進黨在高雄 還有好幾個人在排隊了耶 我跟你講 你就算排個20年 可能也排不到你啦 有誰 來我們來幫大家細數一下喔 好我們從這最旁邊開始看 有林黛化 還有邱瑩 邱瑩也蹲很久了耶 還有這個李昆澤 還有許智傑 蹲更久的 還有管媽管屁靈耶 所以又有人說啦 黃潔你出來選 你把管媽放在哪裡啊 這也是今天的一個新聞 熱門話題 網友們你怎麼看呢 趕快留言來告訴我 等一下有時間 我們就來看看大家 怎麼看2026 黃潔出來選 你相信嗎 或是你認同嗎 歡迎留言 或是你認為還有誰在排隊呢 好 除了2026之外 也有人說2028 那最近也有人說2028 會不會是這個 鱸魚得水 鱸是鱸秀燕 鱸魚是韓國瑜 那對此呢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桃園市議員黃靜平就說 其實綠梅呢 一直以來都不斷的在蹭韓 在酸韓 喜歡黑韓 因為你黑韓就有版面 現在呢 也是想要來挑撥 這個盧錯彥跟韓國瑜 之間的一些關係 我們一起聽聽看 這個網路上的媒體 就開始寫說 哎呀現在國民黨 新三子 燕子 禿子跟王子 大概就是 剩下這個禿子還 這個挺住 然後另外這個 王子跟 就是蔣萬安還有包括燕子 兩個好像都有地方 施政的議題去打住他們 那是因為民進黨 無所不用其極 是想要去打擊 國民黨任何可能 槍打出頭鳥 冒出來的政治明星 不管盧秀燕也好 或者是蔣萬安也罷 那更不要說韓國瑜 韓國瑜是絕對 用放大鏡去檢視 不只是放大鏡 用顯微鏡去檢視 韓國瑜的一言一行 從韓國瑜在四年前選舉的時候 選總統 到現在當立法院長 這一路走來 我相信亮哥跟蔡正維 一定是瞭然於胸 點滴在心頭 這個過程當中 多少人嘲弄他 然後多少人打壓他 然後這樣子 然後韓國瑜這樣子 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到被罷免掉高雄市長之後 他去發臉書 然後他怎麼樣 綠營都是拿這個來看韓國瑜 韓國瑜要搞什麼笑話 又要弄什麼 他的心態都是非常的 不只是從雞蛋裡面挑骨頭 那種已經有一點扭曲變質的那種 陰暗 對沒錯 你用的比較精準 陰暗 所以你從這些 不管是溫朗東 和這些綠營的名嘴 他的講話的口氣跟角度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總是要挑起韓國瑜 跟盧秀燕之間 或者是韓國瑜跟藍營 哪一個人之間的 不快啦 想盡辦法見縫插針 對 你要想盡辦法去挑就對了 要弄得好像 最好藍衣裡面窩裡帆 但是很抱歉 人家沒有想那麼遠 人家就是在這個時候 做他該做的一個事情 好 我們昨天好朋友 真的非常買賬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有刷一排支持黃捷 出來選高雄 好像是海棠 可是海棠 你為什麼要表情符號 笑得這麼的誇張呢 然後另外也有人說 非常的期待是Tiger 非常謝謝你的支持 然後另外 這個簡多拉就說了 到時候就會看到 水準兩個字怎麼寫了 很多我們的中年好朋友 都持續的留言 那麼江財說 不停這個落跑結選市長 他還是呢 乖乖的當著國會的議員 國大代表就好了 謝謝我們的這個江財 然後另外呢 也有人說 他非常的支持 但是他的表情符號 會讓我覺得 你到底是真心支持 還是呢 你有其他的目的呢 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了 現在拼連日的戰區是哪裡 台北 苗栗還有這個屏東 連江線 以及桃園 新竹市 澎湖 基隆 南投 以及金門樂 雖然現在才2024的3月份 可是其實喔 縣市首長的佈局 本來就應該要提早開跑 2026開始選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國民黨現在呢 也有希望有一個 南台灣的一個關鍵新的佈局喔 那包括的是像是張家俊啦 王玉銘啦 還有謝龍介跟蘇清泉 高雄柯智恩這邊喔 那雲林的這個張立善呢 現在呢也是牽動著整個戰情 整個選區 那麼嘉義縣長翁張良也是呢 他就有說了 其實現在呢 戰情其實是非常的這個焦灼的 只不過呢 頭號假想敵會是誰呢 我們就要來往上看了 這個林宥昌跟這個鄭文燦喔 其實兩個人 其實密會雙北卻頻頻放話 那麼也有人在說 可能一切都是一場秀呢 所以雙北選邊站了嗎 也讓大家覺得說 2026其實是非常有看頭的喔 好 我們除了選舉話題 我們要來掌握 是一個民生議題喔 因為募價通膨 會不會影響未來的2026選票呢 台電虧損嚴重 所以呢下個月電價就要漲價了 那現在交通部又證實說 28年來沒有調的 台鐵票也要漲了 台鐵都漲價了 那麼高鐵呢 如果高鐵也漲 高鐵已經不便宜了 那漲價好 台鐵漲 高鐵漲 客運也都漲 捷運也都漲 那麼現在通勤族不就下歪了嗎 台中呢就還有提案 請這中央審慎考慮 好 不要因為電價的調整 造成一個連環的物價通膨效應 那麼老百姓真的會苦哈哈 台電虧損嚴重 電價4月可說漲定了 交通部證實 28年沒漲的台鐵票價 也你要調整 連帶高鐵國道客運 票價恐怕也跟漲 北極也在評估 因為光電費就佔營運成本13% 去年電費支出就高達23.84億 就怕電價漲交通費漲 連帶民生物價都跟著狂漲 台鐵跟公路局會不會變成 物價上漲的這個元凶 經濟部的角色又是怎樣呢 申請行政院的撥布 做適度的調整 穩定的物價照顧民商這個部分 經濟部規劃700度以下調漲5% 701度到1000度漲7% 1001度以上漲10% 約有1340萬戶將受影響 用電大戶要分級距 產業用戶調幅12% 特大戶調幅20% 電價調漲台中市府也跟政院提案 希望中央調漲電價要慎重 一定都會拿到電價審議會來詳細討論 大學生有的是弱勢租屋客 他們都很擔憂抄收電價 他們的出戶能源政策 已經影響到了民生 政府兩年內就挹注台電3010億 攤開平均電價2.9元 再生能源平均5.3元 比單位成本高出41.66% 連港光電還掉到1度要9到10塊 換句話說台電虧損 電價要漲 不是台灣經濟發展好用電變多 而是政府廢核搞綠電狂買綠能狂虧錢 2月份的時候CPI就已經到3%了 電價一漲就不是暫時 回不去了再生能源 都一直虧要漲電價 要為民進黨的廢核政策來買單 可能會面臨民進黨執政8年以來 最大幅的電價成長 就是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只抱著2025廢核家園這個省主牌不放 讓全國人民來買單 電價連動台灣經濟 民進黨狂喊不缺電 卻是讓台電跌倒率能賺爆 如今動補不了 還要搶百姓荷包 去補那錯誤的能源政策大包 記者謝宏盧李玄 SNU小組台北報導 好 我們最近稍息來看到 是中國大陸的機艦持續襲擾台灣 利用各種的方式進入周邊的海空域 軍事粉專就特別提到了 上午有記錄到中國型號155的052D型飛彈驅逐艦 南京艦在東部海域出沒 甚至也記錄了在今天上午的7點54分 在中國南京艦的東部海域 大約是在宜蘭的南澳跟日本沖繩 以及納國島中間的海面上 有這個沖林街區的傾向 所以有一艘至中華民國海軍的 拉法葉的極艦 已經有在這個跟尖內置當中了 但是目前官方還沒有正視 這項消息的真偽 我們先把最新消息提供給大家 稍後更完整且詳細的報導了 好 現在關係很緊張 我們要來看到是國防部上午 有發佈了中共解放軍 還有台海周邊的海空域的 一個最新動態表示說 其實在昨天就已經有大約是 這個20架次的共機 已經越過了海峽中線 進入了我國的西南跟東南 還有東部的海域 那麼國防部還特別說了 在3月20號的早上的6點鐘 到3月21號早上6點鐘為止 等於是24小時 已經有征獲的是32架次 共機5艘次 持續在台海周邊來進行一個活動 而其中有20架次的共機式 已經跨越了海峽中線 進入了我國西南 東南跟東部的空域 那還有一架的是無人機 長航系 穿過了巴士海峽 已經繞越到了東部 距離花蓮 只有四四里空域 已經特別受到了注意了 那現在大家就在想 這兩岸關係 是不是真的非常緊張呢 台海戰是在倒數了嗎 有沒有一些端倪有機可循呢 美國軍事新聞網 最近就已經特別指出了 說這個美國的陸軍隊友部隊 也就是綠扁帽 已經常駐在台灣了 那大家就在講了 該不會是準備呢 要戰爭 未來有機會是一觸即發了嗎 並且綠扁帽都已經進入台灣了 不過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阿基里諾 他在當地時間的20號 特別有做出一個說明了 他說這三年來呢 解放軍總共增加了400多架的戰鬥機 20多艘的這個戰艦 還有彈道飛彈 跟巡弋飛彈 庫存也在多增加至少一倍之多 所以有機上表明 中國將在2027年已經做好 有可能會入侵台灣的準備 可是當記者有問到說 那麼綠扁帽是否已經進駐到台灣了呢 是否已經在金門了呢 他卻否認說美國在金門 有常駐軍隊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呢 在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 在近年來已經增長了16% 這個數字是已經超過了 2230億美元了 那麼他這樣子的這個 軍事的這個金額增加 那麼未來是不是槍口 已經完全對準了中華民國了呢 那繼續還要來看到 這個財政部長 那他就有特別說了 他說這個金融兵推嗎 現在的財政部 扮演的財力動員角色 那麼戰費籌措跟預算的轉換 加稅費都是有可能的 那麼現在政大的這個教授也說了 他說未來呢 如果戰爭敵軍登陸本島 那麼兵荒馬亂之下執行 是有一些困難耶 其中一名是不具名的工商團體大佬 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國政府老是畫錯重點 重點應該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要與兩岸建立 溝通的橋樑啊 你一直在增加軍援 增加裁員 你想要來籌措一些預算等等的 他說其實避免戰爭不是才是王道嗎 才是解決之道啊 那另外呢 到底綠扁帽有沒有進駐這個長駐金門 美國這邊是說完全沒有啦 但是呢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這個 南海的仲裁稱我國的中國台灣 那現在這個蔡振元也說了 代表說是非法佔領喔 吳釗燮他未來的這個動向 他說這個太平島是我國的主權 改變的是南海的局勢 所以呢他需要審慎的思考 那至於未來國安會秘書長顧力熊 他有沒有可能會留任呢 目前傳出的一個消息是 基本上呢就算這個總統 未來的新總統賴清德上任 他的留任機會其實是很高的 而國安局長現在透露 目前是在研議當中喔 那現在連央行的總裁爆料就說 幾近在進行金融兵推 是我們剛剛講的喔 金融兵推 可是藍營就在怒轟啊 就說奇怪 這個賴清德還沒有正式真正上任喔 第一件事就已經在想要怎麼 收未來的戰爭稅 原來不是說嗎 加稅費都是有可能的 那也讓人家覺得說 哇真的要打仗了嗎 如果打仗是需要錢的耶 那是不是開始要從老百姓的口袋 現在要挖錢出來了呢 兩岸距離戰爭是不是越來越近了 連財政部都表態已經往這個方向演你 我們的戰費的籌措 預算的轉換 稅跟費都有考慮 兩岸難道真的已經走上戰爭之路 真的有必要加收戰爭稅嗎 相關的一個討論都還在研議過程當中 按照美國的評估 2027年就要爆發兩岸戰爭了 現在還剩下三年 英國關係在什麼地方 不要讓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藍軍說光是台股外資占比超過四成 總金額超過24兆8千億台幣 遠高於日本韓國等國 更是超越我國外匯存底的17兆6千億 兩岸如果真的爆發戰爭 台股恐怕將掏空瞬間崩盤 不要說戰爭風吹草動 那可能就有很大的一個價格的變化 台海之間發生戰事的話 金融市場一定先崩潰 專業銀行我們都演練過了 我們會默默的做 有財經專家說台灣如果修正債線 還有七到八兆的取債空間 但網友質疑 如果戰爭都打到本島哪來得及加稅 還說非但一來逃命都來不及 是要加稅個鬼 我逃得出去的不用到家加到稅 逃不出去的又加稅很煎傲 我們來徵收戰爭書 根本是一個完全天馬行空 空化而已 在戰爭的時候 有那麼多突發的狀況 想擁有戰爭稅支撐財政金融 根本是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妄想 布克蘭從2014年起 課徵1.5%的戰爭稅 2022年就真的爆發了俄屋大戰 今年還要調高戰爭稅來到4.5% 反觀台灣只有在1955年到1989年 曾經爭過落軍圈 難道現在真的得走上回頭路 邁向戰爭之路 賴清德馬上520就任 第一個想到的是 怎麼樣來規劃戰爭稅 非常的令人毛骨悚然 賴清德還沒上任 政府已經在掩擬戰爭稅 選前說好的民進黨當選 兩岸很安全 民眾納悶 怎麼說的和做的大不同 記者黃毅峻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好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元德國專利 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磅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畫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好回到新聞現場 立刻來掌握的是 為了一聲喇叭聲 引發了怒火 這台新北市的新裝 機車騎士突然間切換車道 後方的騎士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 立刻按喇叭提醒 結果呢 有一個陸怒足喔 一路呢 狂按喇叭狂追 甚至呢 氣到把車停在路邊 下車理論 現在呢 這個行為不僅吃罰單 還被提告公然侮辱 騎士騎士騎士騎在車段中 減速慢行 左側卻有騎士硬切過來 騎士按喇叭示禁 對方瞬間爆氣 一路按喇叭狂追 甚至氣得把車停路中下車理論 沒有人家的 沒有人家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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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士吼聲吼氣 回應對方卻飆罵 不雅自演 倒了下紅燈狹路相逢 對方再次搶俠 看到行車記錄器 不敢示弱拿出手機 下車走動排車牌 這些舉動統統違規 事發在15號早上 新北市新莊 黃漢路二段北向車道 黃金騎士 辱罵髒話的行為 可以遭對方提告公然侮辱 另外涉及交通違規的部分 包含車道中站停 不應規定輸入來車道 使用燈光最高可被開罰 至萬一千四百元 後續將依公然侮辱罪嫌 含請偵辦 令黃銜涉及交通違規部分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自單舉發 違規亂期又暴怒接連違規 再加上爆粗口標碼 吃罰單有可能吃刑則 吃不完鬥著走 記者葉偉零對宣新北市報導 好 我們持續還要來追蹤的是 台北市一歲半的男童等待出養期間 那麼是這個寄放在保姆家 但是沒有想到證明合格保姆 卻虐死他震驚了全台灣 衛福部在今天到了行政院會 有報告出養童受虐事件的辦理情形 跟一些作為 羅列了四大服務的斷點 包括了看到畫面上斷點一 新北市社會局沒有對出養必要性評估 沒有訪釋相關的紀錄集作為 導致悲劇發生 那麼斷點二是兒福聯盟 缺乏了兒少保護的辨識跟敏感度 也沒有實質的積極作為 發現明明頭髮被剪那麼亂 然後呢又發現被剃了 而且還有身上有傷 卻沒有即時的督導機制 斷點三則是歸咒於台北市社會局的 居托中心 在兒福聯盟訪視隔天 有在這個收託訪視時 卻沒有發現凱開的頭部 都已經有一個這麼大的包 斷點四則是雙北跟兒福聯盟 先方的這個各自服務呢 其實是沒有橫向溝通跟聯繫的 衛福部要求這三個單位 必須要在3月25號之前提出 本案的相關檢討報告了 這是最新消息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了 持續來掌握的是 在新北市永和的一間中醫診所 傳出42歲的男子 他針灸到一半 突然失去意識 也沒有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之後 發現是心肌梗塞 有一條血管呢 完全被塞住 目前在家戶病房觀察當中 不過其他的中醫師卻說 這樣的狀況應該是 患者個人的因素跟針灸 通常比較沒有關係 來上一陣身體疼痛部位 就能舒緩 針灸治療範圍廣 不過新北市永和區 某中醫診所 卻驚傳 一名42歲男子 20號下午4點25分 針灸到一半 失去呼吸心跳 遠方認為疑似是心肌梗塞 趕緊叫救護車 將患者送到永和 更新醫院急救 大部分原因都是因為個人因素 風險造成的 像本身 它有可能是動靜脈肌型 因為針灸的一個風險是非常小 大概只有一種 就叫氣胸 針得比較深 針在我們的胸腔部分 那這個氣胸也是屬於慢性的 證明患者送醫之後 緊急裝飾支架 目前在家戶病房 密切觀察治療 新北衛生局 也已經啟動了調查程序 如有醫療爭議 將協助家屬與院所釐清 以針灸的不適症狀來看 其實不少人都會暈針 主因是疼痛刺激以及精神過度緊張 而發生的一種血管性暈厥 曾有疫苗15歲個案 針灸過程突然頭晕目眩 眼前花白 伴隨著呼吸急促 30秒內便失去意識 以示提醒針灸並不是人人都適合 懷孕的婦女 那可能她有胎動不安的情形 沒有辦法言語的小孩 因為小朋友她容易亂動 那還有就是 控制不好的高血壓或是高血糖 或是危急性的一個低血壓 皮膚病或是傷口窺爛的問題 這時候容易有發皮膚的感染 而引起敗血症 當患者在針灸過程 感到身體不適的時候 醫師通常都會讓他立刻躺下 把針慢慢拔除 讓血液回流腦部 多數都能迅速恢復 只是這次的意外 到底起因為何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聲行曹文林 台北新北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是台北結病復興鋼站 在站內有同志雕像 小兵日前不翼而飛 警方調閱監視器 那麼來以車追人 找到了小偷 這名竊賊 畫面中他身穿了橘色衣服 這高型男子酒後 經過捷運站 偷偷摸摸的 把這個小兵雕像給拔起來 藏到自己的衣服裡頭 裝沒事離開現場 而警方互報之後 就擴大地來調閱監視器 鎖定男子受重嫌 零人三點多 跑到他的家 直接依竊到罪嫌 將他依送法辦 台南有一名養狗狗的四主 遭到檢舉 因為他的狗狗 不僅沒有牽狗獵 牽繩 就直接帶狗狗放風 那麼動保觸道場 稽查 四主就跟檢舉的女子 爆發口角衝突 雙方還吵得不可開交 四主還反抗 女子就是因為想停車 才會檢舉報復 黑狗看到人狂咬尾巴撒嬌 但被四主用鐵鏈棒住 沒有足夠活動空間 遭鄰居檢舉 雙方爆發口角 四主狂嗆瞎 一旁有人勸駕 但還是起伏伏 你幾天啊 什麼 董包叫 你幾天啊 你董包叫他開 你幾天說 我一直帶狗出去嗎 東保人員到台南新化雞查 發現狗狗確實被煉住 而鐵鏈似乎太短 說嚇人家 來報告費啦 報告費啦 我沒有這樣說 你幾天啊 我沒有這樣說 我沒有說你夠了 女子指控四主 沒有好好飼養 而四主也反控 女子是為了想停車 疑似報復性檢舉 因為要停車的地方啦 我現在趕快 我現在放在這裡 我身體不放在這裡 你要停車 我告訴你 你不要睡 但針對四主養狗行為 沒有讓狗狗放風 恐怕已經違法 要放在這裡 可以 你當隊啊 必須適時的提供 充足的戶外活動時間 如今勸導拒步改善 可處三千元至一萬五千元的發還 不管是為了狗 還是為了停車 吵到不可開交 恐怕鄰居情誼 已經撕破臉 捷賴冠章 台南報導 好我們來看立岳秘書長 周恩來到這個總統的 這個副國會的國情報告 才急問急答 針對這件事情 有進行專案報告 但是報告稱說 英國法國都沒有急問急答 立委翁曉玲都強調了 應該回歸於中華民國的憲法 與我們的國情 如果總統未來想耍賴不來 那麼必須要一些防閉的機制 而立委羅志強 則是翻出過去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也說要急問急答 那麼也說過去 你說要急問急答 現在你又說不必了 搞得我好亂啊 立委莊瑞雄 則是不滿周恩來 質詢的時候講鼓 又要立委自己看報告就好 直接罵他是在浪費時間 您在報告裡面 其實有提到就是 現在像是美國還有法國 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制度 特別是針對急問急答的部分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其實也還是很不一樣 我們如果說全部都要去參考 美國的總統制的話 那坦白說 所有的閣員都必須要經過 國會的同意 那法國的辦總統制 有他們的採取是二輪選舉制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要回到 我們自己的憲政的國旗 如果真的遇到一個 會耍賴的總統 他是可以不來的 我們當然不希望把總統 都把他想像成 他是個小人 他是個會耍賴 是個無賴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行使了 我們職權 可是他還是會不來 但是 把法制 建 這個設計完整 把這個防備 防備機制 全部都做好 我認為其實是有必要的 民進黨總召 柯建民 那再問第二段話 如果總統只是來報告 自言自語 那麼在臉書上寫一寫 找電視台做獨白就夠了 不要來踐踏立法院 這句話誰說的 我告訴你 也是我們的民進黨的總召 柯建民 有介於國會監督的重要 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必須採取急問急答的方式 否則根本沒有意義 這句話誰說的 我告訴你 還是柯建民總召說的 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違憲啊 違憲啊 你知道這句話誰說的嗎 也是柯建民說的 他搞得我好亂啊 我們的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有沒有違憲 不是民進黨說的算吧 我也看到 美國 化國的力都在裡面 你若要用這個方式 我還是跟你尊重喔 你不要報告的手段 醫療達都學你 他說你任何人的必須長 都這樣 我自己去看 喔 不是 那些事情 我是跟你說你先拜 那些白人 我來把他幹掉 你知道嗎 你是在說 你動作發脾氣很好 謝謝你 我剛才已經說明了 因為美國 沒有 你就跟他說沒有就好 你沒有在我們坦克 現在50幾%用 你這個做比數中 騰落30% 我跟你說 好回過頭來看到了 就是現在呢 有這個關於這個三大黨的一個 立委的一個這個滿意度 跟不滿意度 除此之外 我們還要來掌握的是 社運人士鄭村奇喔 他有說 當年有看到這洪生汗呢 是從這個社運出道的 那麼弄的是環保 他覺得說 這個議題不錯啊 但是呢 他卻批評洪生汗說 怎麼人越來越歪 怎麼打的議題越來越歪 越來越不像樣 有點變成一個執政黨 民進黨的打手 專門要制約 修理在野黨的 那現在呢 洪生汗他也是開始呢 走這個黑韓 產業鏈的路線了嗎 那郭正亮就有說啦 其實呢 只要一個月的時間 老百姓就是專注 看某個立委一個月 你專注關心他 就可以知道 哪些立委有點本事喔 國民黨突出的 除了剛才我們為大家播報的 比如說許巧形 那還有哪些立委 他覺得不錯呢 比如說羅志強 王洪威 王洪林還可以喔 那但比較像是個人喔 當然這個亮哥講話 是比較直接一點啦 他說呢 國民黨立委 其實個別執行員說 講的還不錯 但是主軸應該要再突出一點喔 沒有黨的戰略喔 這點應該要檢討 那還有說呢 國民黨現在是52加2喔 應該要成為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戰鬥 且有組織有系統的 一個團隊才對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啦 就是現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有邀請的是立院秘書長周萬來 有針對 總統應該要急問急答 進行一個專案報告 另外吳宗憲就質詢完 相關的議題之後 最後一分鐘就問周萬來說 跟這個韓國瑜接觸一個多月的 心得是什麼呢 但是周萬來就說 其實很敬佩他的 原因是什麼 我們聽聽周萬來他怎麼說 這一個月我個人是認為 如果以我自己的在他旁邊 這一個多月我是認為他 不是外界所對他的那些評價 他自己非常對自己非常 我們從旁邊來看 他對自己非常熟 他自己的一個 他可能外界對以前他所說的 他完全是沒有 所以他比外面所說的 連酒他都不沾 而且他非常熟實 非常熟實 那時間上他會很在乎的熟實 各方面 他是都非常積極的 他會扮演他國會議長的角色 所以我是非常 以幕僚長的角度來看 我是非常 對他是非常 這一更多月來 我是非常欠佩達 所以我就蠻肯定跟贊同 我是欠佩達 好 我們持續就要來看看啦 這個白沙屯媽祖自營商連日來 有很多的信眾來攔教 您也有跟嗎 如果有參與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聊天室 留言給我們 因為我們想聽聽喔 大家的心得 有人祈求祈福 希望可以呢 家中的這個長輩啦 或是孩子生病啦 可以趕快好起來 有人希望可以幫忙找 失蹤的家屬 而只要有像這樣子的一些名義 好 那麼呢 媽祖都會特別聽教來傾聽 有人看見呢 有人求這個媽祖來繞道 但是卵教卻還是甩頭就走 原因是什麼 因為媽祖其實啊 是很有個性的 白沙屯媽祖進鄉 章話一路往南走 蘭教沒有固定路線 雖心相隔就怕走丟 一路對丟丟 一整片橘紅色 長長人龍 天啊 我們在聊天 我以為一見 有女子一家人 蘭教哭喊 貴仇白沙屯媽祖 因為他們的弟弟 在苗栗鯉魚壇水庫 清淤時疑似落水 一經八天還找不到人 媽祖傾聽似伏 場面動容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張舅子 有婦人則撕心裂肺哭喊 求媽祖保佑生病的女兒 還有姑姑是幫 離婚腫瘤的子女祈福 媽祖屢屢展現慈悲一面 上午蘭教也曾衝往醫院 替仇獲受傷的 深港成家小姐姐祈福 不過媽祖也不是來者不拒 有三名女子攔路 還哭得淚流滿面 沒想到他們是請求媽祖 要到至三公里外 他們住家 媽祖一停果斷左轉加速乾路 相當有個性 而靜香也出現有趣事蹟 粉紅超跑路過新車展示中心 突然折返倒車停架 這幕讓許多人又驚又喜 媽祖來叫上午停在BMW 中午在福斯休息 下午抬到立喪做客 原來媽祖喜歡看車 難道粉紅超跑也想換車嗎 靜香之旅 除了汗水淚水也有歡笑 令信眾感動不已 立腳承受 劉備旺善 彰化台中 采訪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 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想問大家 如果您有收看 中天新聞的習慣 但是有記得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如果您有收看習慣 可卻忘記下載了 歡迎大家趕快下載囉 在我們的畫面上 有QR Code 或者您可以到這app store 直接搜尋中天新聞網app 也會看得到了 歡迎大家趕快 踴躍的下載了 如果你也想要邀請大家 免費下載的話 可以免費申請下載立牌 那麼放在櫃台 結帳櫃台或小吃店的餐桌上 通通都可以 歡迎您加入我們中天新聞的志工 我們也會非常的感謝 有您的支持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掌握這則消息喔 是社工界長期以來都有一個回捐 有人說這是個陋席 因為有人一年總共回捐了22萬元的薪水 不少社工也曾經被雇主要求 每個月薪水要回捐 3000到1萬塊錢不等 或是利用募款未達標的這個數字太低 或是捐款的數字太低來扣社工的年終 甚至就連社福界包括像是立新基金會 還有禁捐基金會現在都被點名了 那對此社福衛福部是有回應說 現在可以依法申訴 只不過被動處理也遭到社工批評 完全沒有辦法杜絕陋席 社工被上罰 社工跑光光 社工跑光光 氣氛高舉標語抗議薪資制度沒落實 更扯的是長期以來不少社工都曾被要求回捐 也就是用捐款名義將薪資繳回機構 再開捐款收據給社工 每個月3000到1萬元不等 自己親手處理過的 最嚴重應該是發生在屏東 一個社工一年回捐了22萬元 早在2021年台中犯罪性侵害除罪協會也發生 要社工回捐薪水到雇主個人賬戶 事發後台中市政府擠出重罰 停止補助5年資格 以全台近15000名社工來算 如果每人每月被要求回捐1萬薪水 等於一個月就有1億的回捐金流入各個社工機構 按規定只要領有政府補助或政府委託的案例 除了薪資外 年終要給1.5個月 有加1社工就表示近兩年機構以募款為達標為理由 扣社工年終0.5個月 社福界大佬淨捐立新基金會都被點名 原本有社工是證照的人要加幾3995元 但立新基金會砍半只給1995元 對此立新基金會發聲明 絕無不實核銷 進捐則是尚未回應 相關的情形都可以通過平台來通報 以主義的流程 不屬實化主義勞動提供法 來進行排除 社工回軍問題 長年存在外衛服部被動接受申訴 恐怕還是無法杜絕陋席 記者楊慶後章體育台北報導 好 接下來掌握的是信輝集團子公司 信國新耀傳出了一個炒股案 是在2022年的4月間 連續發布重大訊息時 同時擔任兩家公司董事長的李志文 涉嫌把訊息泄漏給他的親友 買進賣出自家股票 讓親友們獲利 而且是規避了數十萬元 現在檢調已經主動發出了搜索 那麼也是深夜有約談了董事長李志文 來移送北檢附訊 經過落葉訊問 凌晨是以涉犯內線交易法罪 現在預令150萬元交保 而李志文走出地檢署的時候 被問到有沒有冤枉呢 他只低調揮手說到時候就知道了 快不離開現場 好 繼續來掌握的是在彰化普京 發出發生恐怖的車禍意外 一輛休旅車這駕駛失控 跨越了雙黃線 對撞上了對場車道 還波及旁邊的小貨車 總共四輛車撞成一團 驚悚瞬間嚇得女駕駛放聲尖叫 對向灰色休旅車不明原因 越過雙黃線撞上前方白色休旅車 車頭被撞爛安全氣囊瞬間爆出 旁邊藍色小貨車被波及撞到側翻 一共四台車撞成一團 兩台撞在一起 然後就已經很一堆了 然後我就體決煞車 還是有碰到一點點 後車駕駛迴響事發經過 仍然餘技有存 直接衝擊的兩台車車頭全毀 車輪掉出 小貨車整台側翻 人員受困緊急搶救 事故一共造成四人受傷 那邊有兩個駕駛 駕駛跟副駕駛兩位 那一式清醒清傷 這兩位它是一式模糊的 有開放性骨折的問題 彰化補新鄉原路路上 灰色休旅車不慎撞上 對向白色休旅車 產量四車連環事故 自己撞成重傷緊急送醫 四車連撞嚴重事故 駕駛們受傷不清 趁白沙豚媽祖還在彰化雲林近鄉 趕緊前往求個保佑 讓身體快點復原 記者陳勝偉 韓志欣 陳志茂 彰化報導 好 我們繼續還要掌握 是在中央有針對中部地區的水情 有提出了燈號警告 因為台中市長盧秀燕 在今天特別有跟 立法院的副院長江啟成 一起回到了石岡水壩要來視察 那麼盧市長就特別說了 目前他端看 這個德基水庫蓄水量還有六成 但鯉魚坦已經不到四成了 下個月會是一個關鍵 如果春雨量變少 也就是說 如果中部地區不下雨的話 台中水情肯定很緊張 會拉警報 因此要及早做好抗旱的準備 同時也呼籲中央要在水力發電 這個問題上要審慎思考 避免出現蓄水完全不夠 老百姓屬建時無水可用的種境 中央水利署已經把台中地區的水情 包括台中包括新竹包括桃園 跟苗栗这四个地区的水型 那提出了登号 德基那现在是大概六成左右的蓄水量 那另外一个水铺就是鲤鱼潭 现在只有大概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不到四成 那所以未来这一年当中 中部地区的水到底够不够 下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细项书我们看到的资料是 他们预估今年的这个春雨梅雨 下的数量可能会正常偏少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说接下来下个月雨 如果下的不够的话 那台中地区 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水情会紧张了 那我们呼吁市民朋友们 一方面大家节约用水 第二个地方政府也会因此加强 开始进行抗旱防旱 或是掉水的一个准备 所以拜托中央 在用水力发电部分 可能要特别稍微谨慎 注意它的计算 那避免我们的蓄水不够 因为我很担心下个月 如果万一雪下的不够 那我们有大量的使用水力发电的话 那使我们的蓄水量就更少 都是城市运作一个正常的部分 那只是过去三四年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家都没办法进行 每个城市会来 我们会根据它城市的需要 那提供建议 当然我们也要学习 因为很多城市 他们有这地方 做的也值得我们借进 所以当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市政工作 稍微比较稍微有时间的时候 我也会带队出去到其他的城市 或者国外去参访学习 好我们来看到 是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所属的人民海军的 微信公众号 有发布了一个最新讯息 是东部战区的海军 则一个护卫舰的支队 已经联合解放军空军等等 在多个海域进行了多个科目 以及跨昼夜的实战化训练演练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一个最新的照片 其中一个项目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遭受暴力抗法等等的一个特殊状况 该如何应对 而港媒中通社则是报道说 其实像关于像这样的分析 这个海警参与这一次的中共解放军 东部战区的实战化的训练演练 跟214金门事件有关系 好另外来刚刚来看到的是刚才的话题 就是美国印太的司令部 他有特别说 这个美国众议院来副委会的时候 否认绿扁帽是在金门有常驻 但是他说这是一个不实的报道 还重申中国大陆公台时间表 可能会落在2027 不根据美国NBC的新闻指出 习近平去年告诉拜登 他尚未制定两岸统一的一个时间表 接下来看看 大陆海警组成舰艇编队 15号在金门限制水域执法巡查 两岸紧张情势不断升高 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 出席众议院军委会听证会 被问到陆军特种部队 绿扁帽是否常驻金门 直接否认 表示这是不许报道 不过阿基里诺表示 美国国防部计划评估台湾民防实力 确保台湾拥有可以阻止解放军入侵的小型武器 阿基里诺此时不愿意说明所谓小型武器 是否将应用于城镇站 接着议员盖茨追问 所谓防御能力是否是使用豪猪战略 但阿基里诺拒绝使用豪猪战略一词 只说美国会依台湾关系法 为台湾人民提供训练 这个说法可以始于2022年 裴洛西访台后 纽约时报报导 美国对中方演训进行了研究 认为中国可能会封锁台湾 台湾不得不独自面对 美国将对台湾提供先进小型武器 把台湾打造成对抗中国的豪猪 阿基里诺在听证会中说 所有迹象表明 解放军将在2027年前 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 也一直演练与对台行动相关的各种任务 例如模拟海上和空中封锁包围台湾 重申了大陆犯台时间表的急迫性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接着我们还要来掌握的是 这个战争税的相关议题 因为财政部长就特别透露说 两岸现在兵凶战危 包括央行 金管会 财政部 确实都有做过一个金融兵推 未来会筹措战备资金 可能要磕税了 今天非常不幸 台海之间发生战事的话 我觉得金融一定先崩溃 金融市场一定先崩溃 但是我觉得昨天财政部 竟然还提到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来征收战争税 我觉得这个根本是一个 完全天马行空 那么事上是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空话而已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我们可能第一个面临的是 我们金融市场的崩溃 可能是在整个的外汇市场 新台币会跌到多少 我们不知道 股票股市价格会跌到多少 不知道 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说 我们要跟全台湾的人来争战争税 那么到底可不可以收得到 而且在战争的时候 那么有那么多突发的状况 那么想拥有战争税 来作为支撑财政金融 我觉得这根本是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妄想而已 财政部真的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国人都不想要有战争 我还是再次强调 我们有捍卫台湾主权 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但是更希望的是 谋求和平稳定发展 而战争绝对不是一个 大家都想看到的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所以财政部在这个时候 会丢出这样的一个战争税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会让国人民心浮动 难道真的战争随时就要开打吗 连我们立法委员都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时候 那国人听到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财政部在推行任何政策 还没有成熟之前 真的应该三十而hold行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未来中国大陆会有哪些应对的剧本 而总统登不登太平岛 就是美中台之间会有什么国际的 一些关系跟变化变动呢 淡大的教授赵春山 台大的教授院举正在这礼拜五的 下午三点钟会有个非常精辟的分析 欢迎大家顺势锁定了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很多人希望可以维持肌肤Q弹 都会选择比较高价的这个医美 来选择维持肌肤的弹性 现在要告诉您了 有比较平价且温和的方式 就是我们中天推出的胶原蛋白了 一起看看 花大钱做医美买保养品 哀痛还得伤荷包 选择补充胶原蛋白 要想发挥最大功效 营养师提醒 必须同步摄取维生素C 胶原蛋白在合成的时候 它是非常需要维生素C 作为一个辅美 一个帮手的概念 去帮助它合成 如果没有维生素C的话 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实是会下降的 甚至是会变得没有办法合成 在使用补充胶原蛋白的期间 我们也可以搭配 比如说 维生素C比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异果 这些都富含的维生素C 可以一起试用 营养师也补充 服用胶原蛋白 时机点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肤生长的黄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两小时吃 至少要三个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会建议 初期使用的时候 可以一天两包 作为补充 加强保养 那等你吃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改为 一天一包的频率 作为日常的保养 像旺旺实际人 德国胶原蛋白 它就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像是粉红色这一款 我就会建议 搭配维生素C 一起做使用 因为这一款呢 它是针对 需要养颜美容的族群 做设计的 搭配维生素C呢 对于胶原蛋白的 合成效率 会是更提升的 蓝色的则是主打 针对增强行动力的部分 在摄取上 饮食中 我们可以增加 钙质的摄取 像是牛奶啊 或是板豆腐 豆干这类的食物 这样子可以更增加 我们自身的行动力 懂得怎么吃对 胶原蛋白 配合良好的作息 避免长时间曝晒 以及摄取抗氧化食物 就能让你将吃尽的 胶原蛋白 锁好锁满 浪味咖啡店 专属你的口袋咖啡馆 轻巧包随手享受 满足想喝咖啡的心 浪漫的味道 在口中绽放 释放浓醇香 想随时随地 品味咖啡香醇 上快点购 即刻拥有 你是谭太极 还是莫生 我出生于500年前 我有一个妻子 她护过 救过我 是你彻底改变了我 你生来生负贤苦 我平时你要抛弃我吗 给我先写 换你些话 长月静明 3月27日晚间9点 中天娱乐台 我常常摔手机 平均一只手机都要换上 4到5次的玻璃保护膜 所以我想我是非常需要 一条手机挂绳 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系列 手机挂绳 Live活力放送款 有烟熊红 星空黑两种配色 Live立体小logo 可以随意调整位置 潮牌设计风格 让您散发与众不同的气息 百搭荣耀款 经典黑 这款特别适合 喜欢简单大方 又追求时尚 和个性的朋友 单扣双扣 都可以使用 而这两款都特别挑选了 2公分和2.5公分的 宽带织布设计 让你的脖子还有肩膀可以更轻松更舒适 它的金属配件搭配的是高质感多功能 哑光页面扣环 品味 大加分 这个Keep Fighting夹片更是独一无二 请你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们赶快上快点购选购 记得输入推荐码